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 非营业部分关于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主管 农业作业基金农业特别收入基金 决议寻达结束令定期继续审查散会宣读完毕 继续进行报告事项及讨论事项请宣读 邀请国发会主委 经济部部长 农委会主委 原住民族委员会 文化部等首长 就地方创生计划目前执行情形机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对地方发展创生计划之冲击 进行报告并被质询 讨论事项审查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 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行政院主管 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 领导建设基金及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 寻达宣读完毕 本日议程狩猎报告事项和讨论事项合并寻打 请一并报告 今天除了国发会之外 我们同时也请了经济部农委会跟原民会文化部的 都派了市长来 我也请你们来做报告 那么尽量把重点抓出 现在请国发会的陈主任委员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 感谢召委的安排及贵委员会对地方创生计划的关心 以下仅就排定议题来进行报告 有鉴于台湾人口结构已经朝向少子化及高龄化 两个极端的发展 2018年台湾正式进入了高龄社会 预估到2026年台湾将成为超高龄社会 另外2017年台湾新出生的人口已跌破20万人 2019年出生的人数仅有17.8万人 预估到2022年起台湾人口即将呈现负成长 加上过去台湾整体的建设多重北清南 重西清东 以至于造成人口集中在少数北部的县市 尤其往直辖市集中 其中其他的乡镇市区人口外流非常的严重 整体的发展非常不均衡 为了解决人口外流 让台湾整体发展能够趋于平衡 行政院提出了地方创生的国家战略计划 用三个核心主轴跟五支箭 落实由下而上的创生事业的推动 达到人口回流 岛内移民以及振兴地方产业 创造就业人口 让台湾均衡发展及提升竞争力 首先报告地方创生计划目前推动的状况 2019年为台湾的地方创生元年 国发会接同相关的部会全力的启动 展开130多场的县地访试 专家辅导及共识座谈会议 协助县市政府及乡镇市区公所 以及在地的社区 盘点在地产业的DNA 找出自己的优势 发展新经济 新商业模式 从生产制造 加工到通路销售及品牌的建立 建构完整的生态系 并透过数位转型 协助地方发展 国发会结合新创的科技导入 加速偏乡数位化 期待台湾未来不再有偏乡 截至109年3月25日子 已经有96件地方创生事业计划提出 其中38件涵盖45个乡镇市区已经通过 并开始执行 另外有58件尚在辅导中 详见下面的图表 第二报告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对地方创生计划的一个影响 有关新冠肺炎 对于我国产业及经济的冲击 本会在3月5号 曾经向贵委员会提出报告 只在补充这三周来的一个变化 3月5日疫情当时候只遍及70多个国家及地区 短短三个星期已经扩增至 各位看到的数字是昨天的早上截稿前的日的数字 但现在最新的数字已经到了173多个 173余一个国家跟地区 确诊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了40万人 死亡的人数更已经高达1万8千余人 疫情拖累了全球的经济 主要的国际机构纷纷下修今年全球的经济预测 其中最新是3月17日 IHS Market预测的0.7 是2010年以来的最低 那最近最新的国内的财经指标的表现 依照各部会所公布的数字 我们会整在第4页跟第5页 请各位委员参考 至于武汉肺炎疫情是否会冲击地方创生计划的推动 或者地方产业的发展 国防会在不影响防疫措施的前提下 持续的创生事业计划的辅导 媒合跟推动执行的工作 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另外我们为了加强采取一些策略来协助地方创生 其做法如下 第一我们推荐地方创生的体验旅游 来带动国内的消费稳定经济 化为转机 国防会将冲击的能量转化为地方创生推动的助力 经恒拙疫情以及评估安全 在贞得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支持下 从2月中旬开始 国防会持续的宣导民众不必因为恐惧而逐步出户 欲请做好防护 包含勤洗手及正确的使用口罩 推荐地方的小旅行 透过官方的FB鼓励民众出游 呼吸新鲜空气 吸收阳光 运动身体提高免疫力 也可刺激消费经济 稳定经济的成长 随着地方亮点及故事的曝光 让地方连结更多的观光旅游人数 二二八年假 在东部及中南部均带来旅游的人潮 不但可以增加乡镇地方的特色产品采购 也有助于带动消费的力道 扶植地方产业的发展 更可以吸引人口的回流 达成地方创生的目标 已经推荐的相关的资料 详如附件 敬请参考 第二个 我们运用科技的导入 来协助地方产业 加速创新转型 疫情降低了民众 在实体通路的消费 对传统产业造成了冲击 但数位创新带来了宅经济的利益 包括电商及外送平台 则易军突起 和国发会推动数位经济 开启下一代产业的愿景目标 不谋而合 国发会已经积极的利用地方创生 注入了新创思维跟科技的元素 利用大数据 AIOT 区块链等数位的科技 攜手地方资源 共同努力 强化在地业者的发展能量 例如协助咖啡业者 养殖业者 在地小农及设计品牌的电商平台 生技企业 教育创新平台 旅游新创平台等 跟他们合作 强化品质 产品的品质的价值 及市场行销与通路 来增加营收 活络经济 第三 我们加速执行城镇机能的基础建设的准备工作 行政院为了因应疫情冲击国内的经济 要求各部会加速公共支出的执行 扩大内需 国发会则辅导推动地方创生 将积极协助地方从促进产业发展 推动城镇机能及环境准备的面向 来加速地方公共建设的投资 提高执行率 协助发挥稳定经济的一个效能 近一年多来 在地方政府跟民间团体热烈的响应下 地方创生的心涯已经骗局全国各地 包含里岛 为了持续能够强化地方创生的量能 国发会已经导入新创科技 强化虚实整合 点燃创新成长的动能 带动地方产业的转型跟发展 持续希望能够达到均衡台湾的目标 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之际 除了加强防疫的作为之外 我们也希望能够早日解除危机 让各方面的发展迅速回归正轨 让台湾的整体经济能够持续发展 以上简要报告请各位委员参考 以下请就贵会今天审查 国发会金管的非营业特种基金 109年度预算案的编列情形 提出以下的报告 首先有关国发基金的部分 国发基金是民国62年行政院 依据奖励投资条例规定所设置 行政院开发基金 后来这个基金 跌经更动 在99年的时候 依据产业创新条例的第29条 明定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的设置法源 以及它的用途 截至108年年底 国发基金的净值约7585亿元 如果加记历年的累积缴库库数额 2508亿元 共计1兆093亿元 与历年国库剥交的国发基金的数额相比 国发基金的成长为9784亿元 此外国发基金105年度到108年度的盈余 分别为120亿元 135亿元 157亿元 及232亿元 国发基金的整体投资获利良好 且呈现稳定成长的态势 其次报告 105年度后 投资策略跟成果 我们办理了创业天使的投资方案 国发基金依照行政院核定的 优化新创事业投资环境行动方案 从107年5月开始办理 创业天使投资的方案 藉由与天使投资人 跟国内外的投资机构 共同投资 提供新创企业 创立初期跟后续发展的营运基金 以协助新创事业 充裕早期资金 扶植台湾的新创企业 截至109年3月20日子 我们已经审议通过投资84家 核准投资的金额10.99亿元 带动天使投资跟其他民间 共同投资人17亿元 合计为新创 挤注了27.99亿元的营运发展基金 详细的业别 请看图表1 其次我们办理产业创新转型基金 为了协助国内的企业创新转型 带动产业的升级 从105年起 国发基金办理了 产业创新转型基金的方案 到今年3月20日子 累计核准投资12家企业 核准投资的金额45.99亿元 希望其中是以绿能的产业 跟传统的产业升级为主 109年主要的业务 会持续办理投资的业务 我们编列了226亿元 将配合国家产业发展的策略 持续投资产业创新的计划 以及新兴的人工智慧区块链 及云端运算等服务产业 另外融资的业务 为了配合国家产业发展的策略 争取优质台商回台 并促进根流台湾的企业升级转型 109年度我们编列了110亿元 借由支付银行的委办手续会费方式 提高陈代银行陈代的诱因 协助企业取得营运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其次109年的收支预算是编列总收入为165亿 95万2000元 总支付为18亿2000余元 2400万余元 截缴工库123亿元 详细的编列状况请参见表1 至于108年度的执行情形呢 请参见这个表2 在其次跟委员会报告 里岛建设基金的部分 里岛建设基金是依照 里岛建设条例第16条的规定来设置 且依照规定本基金的总额 不得低于新台币300亿元 由中央分10年编列 并于90年到99年间 已经由国库全部的剥足了 至于里岛建设基金的一个整体绩效 我们知道里岛地区因为地理环境 跟台湾本岛的区隔 相关的基础建设 维生能源等资源 不如本岛完善其余便利 为了健全产业的发展 发展宜居生活 品质维持交通的服务水准 打造友善的观光环境 提升医疗服务水准等等 金门 连江 台东 澎湖 屏东等 里岛的政府 他们能够充实他们的相关的建设 从105年到108年底 整体的执行绩效 包含里岛地区的人口数 是从27.2万人提升到28万人 观光活动的旅游人次 也从589.2万人提升到600多万人次 澎湖 金门及连江 平坚的失业率也低于全国的平均值 可支配的所得也从99.3万元 提升到103.6万元 另外我们为了让这一个基金的运作能够更有效力 我们改进了补助的机制 取消了部会的配合款 而且简化了审核的流程 至于 里岛的综合建设计划方案 第四期跟第五期的重要计划的内容 跟执行的成果 请委员强建第七页到第九页的一个说明 至于109年的预算编列情形 在第十页 请详见表五跟这个表六的情形 接下来报告 花东地区的永续发展基金 为了落实花东地区的永续发展 行政院依照花东地区发展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 设立了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 依照规定基金的总额为四百亿元 用以支应补助花东地区永续发展的相关计划 以及办理花东产业的辅导跟投融资的计划 近几年来的一个绩效 花东基金补助花联台东县政府 发展农业观光旅游等重点产业 而且办理医疗教育渊民文化等公共建设相关计划 从105年到108年的执行绩效 包括有机农耕的耕作面积 有1,910公顷增加到3,046公顷 观光旅游人次也从1,815万人次增加到1,923万人次 失业率从3.9%降至3.6 另外平均余命 花联县由105年的76.55岁增加到107年的76.59岁 台东县则由75.05岁增至75.79岁 另外我们也为了提升绩效 我们简化了行政的相关的程序 取消了中央部会的配合款 增加了乡镇公所可以提案的精致 另外简化了计划的审查跟广考作业 也取消了投资的门槛 至于花冬的综合发展实施计划 第二期跟第三期的重要计划内容跟执行成果 详见第13页到第15页的说明 至于109年的预算的编列情形 初期的资金为83.619.9千元 期末基金的余额为803.7千元 详见表八的序名 108年的预算执行情形 期末基金的余额预算为88.7800.000元 决算数为76.671.711.000元 最后结语的部分 为了持续协助产业的发展 国发会除积极配合政府的政策 提供民间所需要的资金之外 与审核投资方案前 会秉持审慎专业的态度 来看待每一个计划 另外我们更将透过强化 转投资的监督管理 推动公司的治理 以维护基金的权益 至于里岛跟花东地区 国发会将协助当地的建设与开发 以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 均衡台湾的发展 以上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指教与支持 谢谢 请经济部林次长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 经济部就今天所安排的地方创生计划执行情况 及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对地方发展创生计划的冲击 进行专案报告 首先就经济部推动地方创生计划的办理情形 来做一个说明 经济部配合行政院地方创生政策 推动包括开发在地型产业园区 推动城乡特色产业园区发展计划 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计划 推动中小企业跨域创新加值计划 开发在地型产业园区 设置平价产业园区 补助方案 台湾设计产业翱翔计划 以及创意生活产业发展计划 及普及智慧城乡生活应用计划 以及全国水环境改善计划 总共有八项计划 透过中央与地方合作 以公司协力的方式 共同努力 期望可平衡区域发展 达到均衡城乡及均衡台湾的目标 以下请就经济部主要办理的计划 执行情形 分项说明 第一 针对开发在地型产业园区 推动城乡特色产业园区发展计划的执行境况 来做一个说明 为协助城乡特色产业发展 透过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 推动城乡特色产业园区及创新场域 运用城乡特色产业的群聚特性 带动周边相关产业发展 提供软硬体资源投入 塑造城乡特色产业良好发展环境 107年共既补助21县市 37案核定金会18.23亿元 另提供新创及中小企业 在地经营服务资源 落实产业深耕及资源 共创共享 截至108年底创新型辅导456家 园区及场域企业进驻达72家 预计整体计划可带动7000个以上的就业机会 新增产业用地及新创面积达57公顷 二针对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计划来做说明 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计划至96年度起 我们开办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 也就是地方型的SBIR 由各县市政府匡列年度预算 并由经济部依区域别 划分配合投入相对应协助的金会比例 协助地方政府办理特色产业创新研发 以鼓励中小企业创新研发之政策在地扎根 推动迄今迈入第12年 以协助全国22个县市政府提出申请 经济部累计提供逾22亿元 各县市政府匡列金会累计预14亿元 截至108年12月底 以补助5222家中小企业 带动创新研发投入金会预60亿元 三 推动小型企业跨域创新加值计划 为活络地方中小企业发展 连接待地政府研究机构 协助区域中小企业运用在地优势资源 及特色跨域跨领域共同合作 建构共生共荣的中小企业 跨域创新生态体系 因此我们投入推动中小企业跨域的一个创新加值计划 这个计划两年来已投入4千多万元 推动包括苗栗粉末冶金创生加值 台中生活风格体验经济 加益精油香气香氛产业高质化 屏东生态材料跨域链结 以及宜然酷热食欲等5个区域生态系 目前带动288家中小企业共同发展64件的商品服务 第四我们针对开发在地产业园区 设置平价产业园区补助方案进行说明 因应在地产业需求及现况 透过补助地方政府设置平价产业园区所需经贵 朝向提供只租不受资价格合以土地 增加产业用地有效供给 那这个计划截至109年3月 共受理5T次补助案件评选及审查作业 共补助31案 预据109年底新增111公顷产业用地 第五针对台湾设计翱翔设计计划进行说明 为扩大民众对创意设计与生活美学的认知 展现地方文化创意产业特色 透过公开征求各县市政府共同主办方式 与地方政府作办理台湾设计展 由中央导入设计辅导能量 整合地方政府产业发展政策或市政建设 以设计展作为发表舞台 创造地方产业的设计经济力 108年度与屏东县政府共同主办 2019台湾设计展 以超级南方非常台湾为主题 吸引超过425万人次的参观 第六针对创意生活产业发展计划来进行说明 为提升产业及服务价值 展现产业文化厚度 与在地特色经济部制92年 推动创意生活产业发展计划 借由专家委员审查 临选优质创意生活业者 为有意转型的企业 建立标杆学习对象 目前全台已有150家业者 透过创意生活事业的评选来进行相关 创意生活产业价值的一个推动计划的进行 第七 补及智慧城乡生活应用计划的说明 配合国家发展委员会地方创生科技导入策略 辅导地方产业运用智慧科技 如人工智慧与物联网 区块链云端技术及数据等技术 协助地方产业转型或提升服务 附加价值 计划以科技应用均衡成乡发展为主题 核定厂商五件提案 协助业者运用智慧科技 发展具地方特色之创新应用 第八 针对全国水环境改善计划来进行说明 为优先协助改善区域水岸环境 透过协调整合对齐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交通部内政部行政院农委会 及经济部等跨部会的资源 加速改善全国水环境 这个计划目前同意办理的指向工作共有两项 包括南投县琵琶城 书洪道清水空间整治计划 以及云林县以武智洪池水岸环境改善工程 第二部分针对这一次的严重特殊传染性会员 对地方发展创生计划的影响进行说明 首先我们针对中小企业城乡创生转型辅导计划 与纾困振兴资源媒合的服务 计划协助企业创新转型总共有456家 因应这次会员的影响 我们经济部成立推动小组 以在今年的3月13日 针对辅导厂商提供整体的关怀服务 一厂商需求 媒合经济纾困振兴措施方案的资源 协助转介资源 然后另外拟定的受灾企业计划变更关怀流程标准作业程序 让这个相关的执行计划的厂商 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 协助辅导计划工作项目的调整变更 以完成计划的目标 那第二针对 这一次因应受严重特残传染性肺炎 发生营运困难的中小型企业 我们也提供创新研发的计划来进行补助 那由现行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计划架构下 我们调整审查的机制 协助企业受疫情影响而发生营运困难的中小企业 持续投入创新研发 加强其核心技术及商业模式的创新 那这样的工作在今年的3月18号公告 增建受理申请至110年5月31日 我们才线上审查 而且随时受理 然后我们增加补助款 外加30% 让计划核定补助金额 在加成前提下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执行工作 那后续针对经济部纾困及振兴辅导措施 在这边做一个补充报告 那经济部在今年的3月12号发布 经济部对受创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影响 发生营运困难产业或事业 提出纾困振兴办法 这个办法包括我们的资金纾困 产业升级 人才培训 数位转型 消费促进 环境优化及出口剁销等多元的一个推动措施 那对任需型服务业的试用部分 我们也补贴旧贷款展演的利息 营运资金及振兴贷款的利息 并提供信用保证等资金纾困 同时透过优化商圈市场环境设施 导入数位转型及强化商业人才培育 并视疫情稳定后 举办大型展销等活动 来强化国际来台会展 及提升地方特色行销 那同时也透过振兴抵用券的规划 来鼓励民众到商圈 列馆夜市市场及观光工厂 及餐饮宴来销费 刺激买气 那以上的措施的具体讯息 包括方案内容 申请流程 受理窗口等 都置于我们经济部的官方专 官网的专区 并制作懒人包及相关的一个答课问 让大家更容易了解 同时透过脸书及新闻稿对外发布 此外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马上办服务中心 以及工业局产业竞争中心 都设置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 来提供企业跟民众 及时性的一个咨询服务 那最后来说明 我国地方创生政策 主要是以区域均衡发展为主要目的 经济部将积极配合国家重要政策 结合地方政府及民间力量 共同努力 近期因应疫情冲击 经济部除持续投入 原相关政策资源外 另提出多项产业共同性的紓困 及振兴措施 并启动厂商关怀的机制 针对个别产业特定需求 疫情相关局处 与专案方式协助处理 积极协助降低产业 或地方业者的疫情冲击 及协助厂商共度过这样的难关 促进地方的一个繁荣发展 以上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来指教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请农委会 陈副主委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 今天很荣幸奉扬到 经济委员会 全力委员会议 就地方创生计划 目前执行期间 及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对地方创生计划的冲击 进行报告 那以下就针对本议题 提出以下的报告 东委会为了配合 落实行政院所推动的地方 创生国家型战略计划 在国华会的一个统筹规划之下 那本会所负责的 有关农村栽政计划 农村栽政的实施计划 及渔业多元化经营计划 已经列入部会创生计划的 主要的一个资源计划 那本会为了配合推动 地方创生计划的一个视野跟格局 那也重新检视了农村栽政政策 及各项的执行计划 那我们将整个香港的辅导 定位在产业扎根 跨域整合跟多元参与 这三个主要的重点 那在执行面上 分为以下几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是推动地方创生的场域 那这样的一个地方创业 我们将聚焦在农村社区发展的扎根 与区域的整合的部分 那最主要是 我们希望是以农在社区 带动附近的社区 成为一个轴线 然后并以产业为扎根 以区域整合的方式来拉台农村活力的动能 那第二个部分是以农村为载体 那我们期待说透过农村的载体 来推动跨域整合相关的政策 及计划资源的投入 那在这样的一个思维之下 我们将以农村再生计划为起点 然后串接相关的投入社区的政策 跟计划的资源 持续性的一个资源的投入 才能够让地方创征注入政策支持的一个力道 那第三个部分是 以农村社区资源为基础 策划总体性的地方创生战略 在这样的一个政策目标之下 农村发展 它涉及的空间 环境 经济 社会及多元面向 那我们必须透过通盘性 持续性及整体性的地方 区域与社区资源的调查 因此 在这个计划之下 我们将展开 与地方民众及社群之间的公共对话 思考规划 推动在地居民的地方愿景 以有效活用有限的资源 启动后续的集体行动 第四个面向是 推动全民参与农村再生计划 导入地方创生计划的一个模式 那为了促使全民成为农村的厉害关系人 来共同关注我们农村的发展 那在这样的一个计划之下 我们要结合不同利害关系人 展开多元参与地方创生的模式 来营造出良好的一个合作的环境 那同时将计划转以投资的概念 来协助农村利害关系人 同时透过企业化的管理 活化农村在地资源 转化为在地经济 然后另外作为为地方留财及留财 那截至到109年3月24号 那透过了80场次的一个 地方创生的辅导会议 然后16场次的 行政院地方创生汇报工作会议 那最后由行政院地方创生工作汇报会议 所通过的地方创生计划 与本会有关的总共有48案 那以下就这48案的类别 大概做以下的说明 那第一类大概是有关于 跟农村再生实施计划有关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是针对农村社区 企业经营辅导的计划 来协助农村社村转型 企业化的一个经营 然后扶植成为农村产业的领猴阳 增加在地的一个就业机会 那第二个部分是 县市农村总和发展计划 这样的一个计划最主要是 配合各县市政府的中长期施政计划 并整合其他施政手段 以主题是跨社区大角度的整合 呈现跨区内的农业产业景观 生态旅游文化等整个的整体的发展 那第三个部分是有关于年度的一个农村灾灯计划的部分 那另外还有包含了青年回流农村村康计划 以及福岛农粮产业机械化 省工特资化农产品加工的相关的计划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建构农村社区农产品行销体系 发展计划 那第二类的计划是属于 渔业多元化经营建设 在这个计划之下最主要是维持安全跟良好的渔场规范 那同时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地方创生计划的执行 能够让海洋的资源不被过度的捕捞 让我们的渔业永续经营 同时也透过渔港机能性的维护 稳定养殖区的一个生产环境 以及沿近海的渔业资源 那第三个部分是有关于社区的林业计划 那林业计划相关的部分 最主要的执行的重点是包含了造林跟森林的富裕 然后同时开创新的一个林下经济的 林下经济的一个生产模式 建立社区参与林业经营的管道 成为社区进行各项赔利工作 那第四个部分是有关于业界科专的计划 那申请人从事农业创新或研究的发展 都属于这个计划的范畴 然后同时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业界科专的计划的导入 能够让农村的在地的产品 能具有品牌的价值 同时开发相关的价值服务平台 那自109年3月4号开始 已经向本会申请的各项计划 已经通过了大概有10案 那这个10案里面大概新北市一案 南投县两案 台南市一案 高雄一案 屏东一案 那台东总共有4案 那这些10案的部分都已经通过了 那另外有38案 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相关的一个提送 及计划的一个修整 那本会也会持续来进行相关的后续的协助 那第二部分是有关于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对地方创生计划的影响 那本计划 针对所负责相关计划 我们也跟各个相关的地方创生计划的执行单位联络 那目前为止都没有听到说有任何 有无法推动的部分 那本会在这边也会特别去强调 未来不管疫情的发展如何 相关的经费 我们绝对不会用以返季级的方式 将原来地方创生的计划的资源抽离 所以各个地方创生的计划 它还是会如期的去执行 那事实上 因应有无法肺炎的疫情 农业的应用措施 也在3月12号 整个相关的规范已经公布了 包括了防疫纾困 跟振兴的作为 那这边 针对几个部分 有更新的部分 也提出一个说明 第一个部分就是 有关于纾困的贷款的部分 那原本在农业会提供的 纾困的利率 优惠利率大概是0.79到1.68 那配合降息一码 我们已经调整到0.54到1.43 那从今天开始 就是整个优惠利率 同步来下降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相关的有关于 小地土炸电农 以及一些大专业农的一些 书棍贷款 包括旧贷的部分 我们也纳入新的一个办法里面 那至于振兴措施里面 有几个重要的手段 包括海外的拓销 我们会持续去做 那重要的是 我们强化电商网络 及国内行销的平台 那昨天我们也确认了 将整个电商平台 扩集到所有的农会 那我们也鼓励 农会的所有的产品 透过电商平台 来进到 来提供更优质的农产品 给我们的所有的消费者 所以这个部分 到昨天为止 我想我们的整个的 电商平台的业绩 已经到1.37亿 礼拜一报告的时候 是7300万 所以它已经有大幅的成长 同时我们也加大更多的品项 进到电商平台 包括所有的百大 就是百大精品的部分 还有地方特色的产品 我们都会透过媒合的方式 将地方上的各项 优质而具有特色的这些农测产品 跟电商媒合 跟农会的网购系统媒合 让我们的消费者 能够得到更多的购买的一个机会 那我想整个的一个 落实对地方的一个 地方创成的一个推动 那我们希望说 农委会以发扬 台湾农村的在地特色与价值 让这些特色跟价值 能够成功的转换成就业机会 创造在地的经济循环 那并鼓励以创造 并鼓励创造以农业为核心的 产业的活化跟创新 在建立以农村 为主体的发展体系之下 我们希望说 透过地方创成计划 能够提供现代化公民 一个一居一夜的生活环境场域 促使农村成为国家 重要的自然资源 及文化习惨的一个守护场域 那以上报告 进行委员指正 好 接下来我们请 言明会副主委 来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 呃呂呂呂先生 以下警救圆明会 推动原住民主地区 地方创生计划 新冠肺炎对地方发展 创生计划的冲击 以及因应的做法 做简要的报告 108年是行政院地方创生元年 本会及各部会配合 国家发展委员会 推动地方创生战略的计划 共同来辅导 引入原住民主地区进行创生发展 目前以原住民主经济产业发展四年计划 搭配本会原民部落营造计划 服务据点周边及部落内公共设施改善计划 与原住民主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计划等 共四项计划加以来支持 原住民主地区因为分布在中央山脉及东部地区 土地发展限制多 产业发展也受限 因此原乡共计有48个乡镇市区 被纳入地方创生优先推动地区 截至目前为止 共有14个原住民主地区的地方创生计划提案 以经由行政院地方创生汇报来美和成功 美和成功已经提报本会核定经费的地方创生计划 既有台东县东河乡都兰部落 屏东县泰武乡 嘉义县阿里山乡 高雄市那马夏区 苗栗县泰安乡 以及我们台东县盐平乡等六个地方创生计划 目前我们已经挹注超过5000万元 近期因应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行政院编列600亿元的特别预算 本会已经责成所属的业务单位来主动了解 相关部会方案内容 以及加强宣导让族人知道相关的讯息 至于原乡地区 因疫情游客渐少或者是农产品销售停滞的现象 本会也定定了对受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影响 原住民族产业事业振兴办法 我们预计以两亿经费协助1340亿家以上企业来纾困 我们预期创造4.5亿以上的产值 陪伴我们原乡部落及产业共同度过目前遭遇的困难 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 谢谢 好最后我们请文化部理事长来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 文化部就地方创生计划目前执行状况及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 对地方发展创生计划之冲击提出报告 文化部配合地方创生国家战略的目标 期望在因应当前社会问题之际 能从文化部社区营造的理念 由下而上出发推动文化平权 导入文化创作的活水 创造在地的文化永续力 并透过在地文化特色与文化创意等文化软实力的加持 与应用厚制文化经济力 第二 文化部地方创生组配套计划与推动策略 文化部配合地方创生的规划与推动策略说明一下 一 整合相关计划资源建立组配套计划配合的规划 本部现在 现阶段地方创生的推动 系配合国家会政策目标为前提 整合本部相关计划资源 以文化生活圈建设计划 及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为主要支援益助计划 服务以社区营造三级及村落文化发展计划 历史与文化资产维护发展第三级计划 及国家文化记忆库及数位价值应用计划 三项配套计划相应推动 文化部除以上开组配套计划配合国家会提供地方政府申请 支援之意诸外并呼应国家会均衡台湾的目标 以人才培养与留乡地方特色空间营造 文化产业加持深耕 三面向为本部地方创生的推动重点 据提出相关推动策略协力发展 第二推动策略 第一就建立青年人才培养与留乡支持系统 第二保存与活化地方文化特色空间 第三凝聚在地文化认同加持文化产业 第三本部109地方创生执行情况 及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对计划的冲击 第一本部配合国家会地方创生整合平台执行创况 108年4月迄今参与16场地方创生会报工作会议 出席55场公所计划辅导会议及性康访试 109年业以每合11个申请单位连结本部19项计划 并配合进行相关辅导协力工作 包括兰头县普里镇推动族群特色料理与住村艺术家工作 新北市金山区办理金包里老街文化考证工作等计划 第二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对本计划的冲击 109本部每合的11个单位19项计划 既以三项核定16项计划课证办理辅导与修正 相关计划并未因疫情产生过大的冲击 第三 本部因应疫情推动对于社区总体营造的社区及工作者的纾困因应措施 为因应严重特残传染性肺炎对疫文活动 疫文场馆、疫文产业产生的冲击 无法部以防疫为重、纾困并行、振兴在后 为原则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应用防疫 强化场馆防疫措施 并朝疫文纾困补助、纾困贷款利息补贴、行政调控、振兴措施 四大面向规划 以定定无法部对受严重传染性肺炎影响 发生营运困难产业、事业纾困振兴办法 预计投入15亿元的预算 包括减轻营运困难补助、因应提升补助、集贷款利息等短期纾困方案11亿 以及后续振兴措施四亿元 并同步展开多项行政调控机制 这些措施都适用于社区总体营造 也适用于原住民地区的异文产业及异文工作者 尤其原住民地区文化部也将与原民会合作办理 原住民地区异文产业及异文工作者的纾困及振兴工作 最后本部将持续关注疫情发展与地方受冲击情况 及时提供纾困资源之协助 期许协力各地方创生事业 持续深耕在地 支持人才留乡 未来与疫情趋缓后配合振兴计划 以及时衔接地方文化经济之附阵 以上文化部报告敬请支持与指教 谢谢 各部会的报告到此告一个段落 都非常的杂实精彩 我们现在很快要进入寻导 那么在寻导之前原力做一下的宣告 每位委员发言的时间 本会委员6分钟 必要得延长2分钟 非本会委员5分钟 上午10点半截止登记发言 因为现在刚好我们委员人数也足够 对上次的会议议事录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错误 如果没有我们就议事录确定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寻导 首先请林戴华为 主席先有请原委会 经济部文化部跟农委会 好四个被点名的部会请上 我的问题非常简单 就是如果今天没有地方创生这四个名词 你原有在这边报告的计划 值不值行 好原明会 您这边报告讲到说亮点案例 在108年度你就补助了回家 这个都然部落地方创生计划 以及屏东县的原住民产业创新价值计划 如果没有创生计划 这四个字的话 你执不执行 会执行 好会执行 经济部按照您的这个报告当中 第二页开始 如果今天没有地方创生 你的第一个开发在地产业园区 第二个小型计划创新研发 SBIR 以及第三个推动中小企业跨域加值 以及第四个开发在地型产业园区 设立平价产业园区的补助方案 第五个台湾设计产业翱翔计划 第六个创业生活产业发展计划 第七个普及智慧城乡生活计划 第八个全国水资源改善计划 如果没有创生元年 这四个字你执不执行 这些计划对地方的价值创造都非常重要 我们会执行 好 有请文化部 文化部您这边提到的 您的推动策略 如果没有创生元年这个计划 你执不执行您报告的项目 第一个建立青年人才培育与留乡支持计划 第二个保存与活化地方文化特色空间 第三个凝聚在地文化认同 加持文化产业 如果没有创生元年 这个创生计划这个政策 你执不执行 会执行 对 有这个计划整合更好 好 这样也执行 好 在农委会 如果没有创生计划的话 你执不执行你这边所提到的部分 我就 好 第五页 你讲到的 这个提案 农村再生实施计划 以及县市农村整合发展计划 以及你的 还有农村再生青年回流农村创业 然后呢 农粮产业机械化省工 以及农村的社区农产品行销 以及一月多元化 以及林业 社区林业计划 以及业界科专 如果没有这个地方创生 你执不执行这些业务 跟委员报告 农委会所执行的计划 执不执行 回答我就好 会透过不同的部会共同合作 那个力道是加成的 特别在国华会的统卓规划之下 那个成果会更凸显 好 我们来看有没有凸显 好 请回 有请那个陈主委 好 大家请回 谢谢 好 主委 我们就来看地方创生计划的 缘起成效 以及你们国发会的 角色 以及在我高雄市的地方创生计划 目前的状态 以及整体地方创生执行的三大问题 好 这个缘起 这个2017年12月的时候 说要均衡台湾 为什么要创生呢 因为地方特色发展地方产业 重点让人口回流 青年返乡 解决人口变化 所以要需要推动地方创生 2018年5月21号宣示了 隔年2009年为地方创生元年 而且定位为国家安全战略层级的政策 请各部会全力的配合 好 行政院在去年1月3号就核定了地方创生国家的战略计划 好我们来看高雄市 我就提高雄市 这个案例 六规区 您看着这个图 我们来看蓝色的部分 除了中间蓝色的部分 是工程建设 右边其实都是规模 包括经费都在这上头 而且都是前瞻计划 交通部既有的案的计划 客委会有两件 你看最上头的红色部分 推动客装产业创新加值上限100万 好再看最下面 好 一样哦 同样的计划 推动客家产业创新加值计划 你还是补助100万 所以光是你左边提了两个不同的案件 叫优化农产业加值发展 以及下面六规之星营运计划 同样在客委会两个计划当中 你各就补助他100万 就200万 好 我们来看国发会的角色是什么 这从你们的战略计划当中提出来的 从行程提案 到下面右边最下面的年度检核 全部都是国发会您在主导 除了那个右边的执行庭案 不是之外 好 那白纸黑字写着 国发会呢 是担任地方创新汇报的幕僚 第二个也办理呢 这个汇报的工作会议负责 统筹协调 整合 第三个呢 也作为提案的媒合平台 媒合企业任养 统筹地方创新 专富的投资 重点是 分配部会的支援 好 这就是刚才 农委会跟文化部 你们敢对本席讲说 你们全力的配合 好 我们看你怎么全力的配合 第四个呢 你们的国发会的角色说 辅导协助地方 政府的提案 以及年度的整合 整个地方创新的事业 就如刚才那个思议图 除了执行提案之外 都和国发会发生紧密的关系 许多提案单会反应提案后 国发会一再的审查 百般的刁难 实践申请 不见得通过一件 都是在做白宫 好 以我高雄市 有提出来的 阿联区 六规区 以及内门区的地方创新 这三区的补导会议记录 千篇余例 到你们那边审查之后 就会说 请区公所重新检讨事业提案 与相关经费后 将修正计划送 高雄市政府 也地方这种审司后 再转送国发会 每一次你们的答案 会议记录都是如此 白纸黑字 那我就以内门区 每一个计划 都是整合地方 地方很认真做 我们真的都整合的 大学不是独一 我们都是跨区的 有三区的大学 有四区的大学 然后呢 我们光是内门区 就整合三大学校 以及与区公所 跟一个区公所 我们在内门区 就找内门区公所 三个大学 就来开了无数次的会 一次又一次的要求 我们来修正 提案单位 我们都要质疑了 你是先射箭再画吧 也就是你其实 有要自己核地的项目通过了 但是我绝对不明白告诉你 你就一直改 一直删啊 然后送上来 好呢 根本不符合地方 创生的计划 而且呢 这个让人口回流的本意 根本就纷纷的打退堂库 好就爬输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 这个执行到现在 提案指导是由上而下 根本没有地方特色 第二个地方创生的计划是 新瓶庄舅舅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我高雄市提案核定通过 率实在太低了 好我们来看你怎么的 由上而下没有地方特色 你已经核定了地方创生计划 后 请相关部会的计划 支应投入 但是呢 你要让我们各该区乡政公所 你发配下去 我们还要再去跟相关单会 各部会怎么样 我们还要再报告一次 审查一次 再修改无数次 一个计划开过无数次的 辅导会全部都在你们中央落 一直修改 沦为由上而下的指导 计划全貌已经不伦不类 毫无地方特色 更不要讲说 如何鼓舞我们真正该创生的地区 你干脆就直接讲 我国法会告诉你 好你高雄市的哪一区哪一区怎么做 告诉我们地方怎么做 你直接分配告诉我们怎么做 预算直接给我发下来就好了 照你们的意思 干脆这样比较快 或者你们现在 完全就是回去修改 光是国法会我不知道修改几次了 到各部会 像农委会也是一样 我们很多都在农村 我就要到农委会 还要再跟他报告 所以你们各部会今天来的 不要说你就全力配合 你是全力配合审查 全力配合 配合推荐 好再来 地方创生计划 你新屏壮旧屏 刚才各部会讲得很清楚 没有地方创生 你们直不执行 你执行 所以现在都是大部分原来的计划 而且又是前瞻基础建设锁定的 所以目前真的 因为推动地方 而发展起来少之又少 好就以高雄市 你核定的我的六规区 你们核定那个 我们高雄市就是之前六规的 四半亮点地区 根本也不需要我们就在做了 我也不要透过你 我直接跟农委会 申请跟我交通部观光局 通通都给 根本也不需要这个 好那再来通过率太低 明明我高雄市 为什么提案都是 我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三区 因为它是我 整个三区 我不要说偏乡 但是它确实是靠山 高雄市的其三区内门市 验朝区阿联区都有提案 为何通过的案件 一件都没有 只有六规刚还有 刚才这四个都没有 而屏东县的乡 通过的案件数跟通过率 是那么的高 而我东高雄三区的人口 一直在流失 所以我们希望青年返乡 改变人口节扣购 根本就没有 好那这两个县市 为何核定的通过率落差这么大 重上以上三个问题 主委您说要怎么改善呢 好谢谢委员的指教委员 可能有一点点的误解了 第一个我们的这个 所有的地方创生事业计划的提案 是一个整合型的计划 我们的重点是要放在产业 那么他们的公共设施 生活机能需要的部分 才请各部会来予以协助 所以重点还是他能不能够 把在地的产业给发展起来 能够创造就业的人口 而我们的提案是需要透过县市政府的 那我平良心说高雄市政府跟屏东县政府 这两个县市政府的努力跟投入 是有很大很大的落差 所以在高雄市的提案确实是比较慢的 阿联跟内归我有亲自到现场去看过了 区长的概念里面还是过去的那种 撑取资源来补助的那种想法 他没有去想到如何去把产业带动起来 但是后来有很多在地的团队去给予协助之后 这两个区我们已经在 六规是在之前就通过 阿联是在上个礼拜还是上上礼拜 刚刚通过 两个区长现在也都能够理解 我们所期待的地方 创生的真正的核心跟内涵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也会请在地的团队去做一个陪伴 因此 在地的团队是什么团队 我所知道的六规有这一个在地的这一个 有一个我只知道那个女生 我认识那个执行长 但是我不忘记她的 是来自你们下面吗 国发国货费下面吗 没有没有 她在六规她在祈山 已经蹲点了十几年了 这个主委 这是您讲的方式 我本席亲自请你们副主委下去 到内门 然后我本席亲自的也跟你们陪伴 到最后我认为 没有跟委员报告 那个内门的部分 我们副主委有告诉我 已经没有问题了 什么没问题 你们主要是补内门的 原来的 这个原来他有的中破塞 原来的宋江镇 其他自己向农委会再来申请 我们还要再到农委会去报告 然后我们要去农委会说明 没有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就是希望你讲的地方 专身有违行经济的活络 我们的目的是这样 所以说请你 请这个国法会主委 我们提这个书面报告 所以你根本就认为 你完全没有问题吗 你这一级棒吗 通过率这么的低 全国整合的机械 我先不要讲高雄市哦 如果照你这样 活络为行经济 你觉得可行吗 陈主委 我们陈主委 我们是不是提供书面的报告 主席请支持一下本期的询问好吗 刚刚主席在讲话 所以我没有听清楚委员 刚刚最后希望 你觉得这样子的 你觉得真的 那你给我提出来 现在到底经济活络的指标是什么 指标是什么 你这边只能讲得很大声 很漂亮 做起来就是 各个部会的整合政策的一个 一个一个行销方案而已啊 我讲白了就是一个行销方案嘛 我在跟你讲问题 好你跟我讲说要有地 再回归到一个目标 你在白纸黑色再亮一次给我听 好你告诉我 你怎么认定 它是经济活络的指标在哪里 告诉我 好我们 有没有回应 哦跟委员报告 我们这个刚刚 指标是什么讲出来 我们就照着你的地方活络的指标来做 我们最后当然希望能够能够人口的回流 好这就是一个指标 如果我们人口 你扣定的人口没有回流 要什么时候 是每年去检视还是 还是三年一次五年一次 人口回流是你的指标啊 你讲清楚啊 是我们订定 所以没有什么经济活络 就是以人口回流为主啊 那我就来看你全国每一个案子 是不是有人口回流 我今天本期很认真的跟你讲这三个问题 你避重就轻 今天我何尝不是希望我所有真的偏偏向的地方 靠海的地方 能够人口回流 我跟你讲这个重点 都是剩下老人的 好那个 不好意思林委员 我们时间已经超过很多了 那我们相关 你还在逼中纠纖 你要讲清楚啊 你的人口指 你的这个方案的 行不行好不好 就是人口回流就指标 如果你的人口指标没有回流的话 不好意思 你就凭止这个方案 不要羞辱我们行政院的门面 不要羞辱行政院的权威 我们麻烦这个国发会 我们试一下到委员办公室 再跟他们做个报告 好谢谢 廖国栋委员发言 谢主席请国发会主委 跟经济部的次长一起 廖委员好 我们整体来看 现在现在是疫情的 可能在高峰的末段 后段不是末段 但是全球的经济 却已经全然翻转 今天有一个媒体 用了一个 所谓的全球疫后的 情况的翻转 这样的一个标题 来诉说 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处境 那么比较有趣的这个发展 就是这个疫情是从中国发 然后欧美后 那将来复苏的时候 也一样是中国先 然后欧美会再后 那台湾的处境会怎样 那个国外的陈主委 谢谢委员的关心这个疫情 那我想大家知道 这个疫情从中国开始 所以3月5号在这边 报告的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说中国是世界的市场 也是世界的工厂 对 所以它对台湾会在从制造业 一直到整体的内需都会有产生的影响 但是很快的时间 它拓展到欧洲之后 欧美的部分 欧美是我们最大的市场 出口的市场 所以这个需求如果降低之后 对台湾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因为疫情的扩大 时间非常非常的快 然后这一次呢 攻击面需求面 还有整个资本市场都受到影响 因此这个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不再像过去的几次财经的危机 那么的单纯 它会变得更为的复杂 而且非常长 对时间也可能延得比较长 而且将来的复苏 是V字型还是U字型 还是会变成L型 其实现在我们都还在评估当中 我们把它焦点 焦点 经济部最近为了应付这个疫情 他们最大的工作叫做扩大内需 扩大国内的内需 因为人口 人流不出去嘛 全部都留在国内 你国内没有扩大内需 这个整个经济是停滞的 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内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但是内需能够提供的 如何促进啊 那个主委啊 如何促进这个所谓的内需 如何促进内需 我认为我们要化危机为转机 也就是我们可以去看到 在各种的行业 尤其在数位经济时代 这一次可以看到 很多跟数位经济相关的行业 它其实是逆势的成长 各位也可以看到今天媒体在说 现在的笔电还有这个面板 其实需求量就非常高 我们的制造就需要去做加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调整 来把我们的经济的力道给展示 我暂时不讲这个生产线 跟外销不讲 我们只讲国内的建设了 那么我非常推崇你在上次报告的时候 有一句话我已经跟你说了 你说不再有偏乡了 怎么样不再有偏乡 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 地方创生只是一个个案而已 真正来讲 怎么样全面的建制 不再有偏乡 这个是你这个国法会的一个任务了 那我们上次也跟你提到 我推的是要智慧原乡 每一个部落 每一个村庄啊 都必须要被智慧化 这是你们今天的主题之一啊 一话 你们一直讲电商 部落跟村庄 如何跟电商来连结 这是你们要做的事啊 所以智慧原乡非常的重要 它就是一个基础的建设 你有没有一些做目前的做法是什么 各位委员报告 其实现在为什么我今年的地方创生 会把新创的这一个科技导入 把它当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科技的导入 这个数位的转型 让原乡它的整体的 不管是基础建设会更好之外 他们的产业也都能够科技导入以后 去协助它做后面的行销 通路等等 那市场内需的市场就未必只在台湾 它可以行销到国际去 那个周园你讲的非常美 但是我102年就开始要求NCC 要推展部落甚至偏乡的智慧化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的是还是非常的薄弱 非常薄弱 那么最近我们开始 又在谈智慧原乡的时候 教育部也说有啊 我们有在做远期教育啊 这个医疗有我们有在做这个远期医疗啊 事实上乡下的民众并没有感受到 我现在就真正你们今天要主题 谈花东基金 里岛基金跟行政业的这个发展基金啊 来跟你讨教几件事情 也是跟你讨一些资源 要进入原乡 让原乡不再是偏乡啊 那么第一个呢 你知道我们台东啊大概有三条线 一个就叫重谷线 一个叫海岸线 一个叫南徽线啊 那么现在就医疗的部分啊 也谢谢所有的部会 这次呢 极力的让我们的大五地区 有个紧急医疗中心 也是你们完成的 已经开始由高一来支援 但是大家都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规划 现在呢 南徽线有高一 重谷线有磁剂 成功线没有 成功线有一个鼠立分院 但是没有一个后院的 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医疗机构 或者是医学院来支援它 你们能不能协助这个部分 跟委员报告 就是我们的花东的计划 它是可以每年滚动的 如果有这样需求 我们跟台东县政府来讨论一下 我们也在结合卫福部 然后看看能不能提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 我们来用花东基金来协助 好不好 花东基金有足够的经费 但是规划的部分你没有协助啊 对 我们会请台东县政府来提 研提这样的一个计划 好 第二个呢 你们最近也做了很多的功课 做那个部落聚会所的这个协助了 我也看到了 但是现在很多的聚会所 你也知道 在三四十年前盖的聚会所 都没有建筑执照 也没有使用执照 到现在为止 当他们这个四五十年以后 剥落的剥落 帮波的帮波 需要修缮的时候 却因为没有症状 没有建造 没有使用执照 没有办法去修缮 我现在要求你们协助这个补照 应该是 阎明慧 阎明慧有来吗 有 你们现在打算要怎么办了 这个无照的状况要怎么办 简单的说明一下 我这里是需要国防会的协助处理 因为你的高度够高 你是国家发展的 最高的一个决策者 那领慧会你简单的讲一下 现在没有照的部分要怎么办 跟委员报告 这个恐怕还是 我们会找内政部一起来 研商来协助 不要恐怕 马上 马上办了 是 不然我们办公室来 最近召集协商 大家一起解决这个事情好不好 可以 那经费 陈主委拜托 经费 陈主委拜托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因为原来在前瞻基础建设里面 这个聚会所的部分 已经编了相当的预算 而且已经几乎是 应该是每一个部落都有了 还没有 只有三分之一的 都编了三分之一而已 然后花东基金的部分 如果需要 就是前瞻不足的部分 花东基金是可以协助的 我现在讲的是 后续的修缮 补照以后我们还修缮 到时候请你这个经费 就是要支援 好不好 可以 我们就列一个专案的计划 来处理这个部分 另外呢 部落 除了我刚刚讲的 这个 这个 机会所以外 其实它的基础建设 还是非常薄弱的 主委 还是非常薄弱的 我希望你们要关注 每一个面向 关注每一个面向 比如说 现在疫情 正在发展的时候 大家都往台东花莲跑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 有 你也是去吗 有 你不敢住在高雄 不敢住在台北 都到台东花莲去了 其实高雄跟高雄 其境也很多人 台东棒球场 台东是棒球的故乡 但是它的棒球场的 整个建设是非常落后的 我希望你们 从国发 在这个地方的 花东基金来协助 台东棒球场的 现代化 好不好 相关的设备 我讲了 你就记了 我会记下来 但是我还是会去 跟台东县政府 跟他们沟通 以后再看 另外最近也提到了 蓝宇跟绿岛的机场 设备的不足 我也看到了相关的报告 交通部说要去协助 去改善 但是我希望 我们的国发会 要知道这个事 不要旁若 因为只有你督导 下面的部会 才会开始动起来 交通部如果 有这样的计划 他延提这个计划 最后院里面 会交给我们省 你有没有信过台东花莲 做过我们的 那个志强号没有 我啊 当然有啊 有吗 有没有做过志强号了 有 那个志强号好不好做 比较辛苦 连你都摇头 那个市长也在摇头 40年前的车厢 现在还在用 真的是 漠视东部人的交通安全 跟委员报告 台铁有一个 那个 新的车厢 要买新车厢 但是进度比较慢 一个是没有错 新的车厢都有来 没有错 但是 很多的这个车市 都是想要再跑 拍狂啊 人家看 中华民国 有5000亿的外汇存抵 这个车厢是这样的落后 看了 我们都觉得很心酸 那个主委 所以这个部分 你从国家发展的一个高度 那个是 要城乡军航 是你们讲的啊 但是现在城乡不军航 车厢的采购这个计划 是一直都有定的 但是执行率是比较低一点 这个问题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就是文件站的部分 文件站 今年台东有三个部落 文件站 已经设了三年 今年居然说没有经费 我先问那个副主委好了 好 是 委员 南网的 香兰 加露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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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们都已经设立了好几年 今年说没有军费让他们做 不会 因为我们 因为有一些 还有争议的部分 我们因为透过复刊以后 我们接下来会去处理 什么时候会副刊 我们副刊结束了 我们正在呈给这个长官 新元加入兰跟南网部落 是是 了解 好 所以有副刊的程序是不是 有 有副刊的程序 这个要拜托一下 好 如果 巡调到此结束 好 谢谢廖委员 所以那个 主委啊 陈主委你看 那么多的资料 我没有办法一次给你 但是 透过将这个巡调 要拜托一下 国八卫有什么 代表办公室的联系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请邱成员委员 先打 好 主席 谢谢 这个主席不好当 我们来找一下 我们来请一下 经纪部 那个次长 还有那个中小七月处 好 经纪部 何处长 今天本来是要谈地方创生 不过还是先民生议题 先关心一下 中小七月 你好 这个次长你好 处长早安 我们先针对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防疫签益保 我们现在从3月19号提出之后 基本上我想了解一下 现在目前 那个次长你认为 现在整个疫情的变化 超乎我们原本的想象啦 那这六百亿的部分 投入一百亿到信保基金 那这个防疫签益保的部分 你认为一百亿现在够吗 跟委员报告 其实一百亿我们是可以做到十倍 是一千亿 我知道我知道 那现在中央银行又有提供两千亿 所以加起来三千亿 那个两千亿已经也开始在 再加入到 你们现在这个要点都出来了 那个防疫签益保原本一百亿的部分 3月19号你们那个 中小企业处的这个网站都公告了 那我想 想现在应该是 大家应该会急着要申请嘛 那应该这个申请的比例上 我想了解一下 现在目前这个防疫签益保 提出申请的现况 的件数 还有现在目前银行放款的金额 大概是多少 应该已经十几天了 对我掌握到23号的一个资料 对那23号资料 事实上现在申请有 对不起 最新的是到24号资料 来申请的 申请这个 我们现在纾困的案件有760件 760件 对那现在核准的有51件 比例很低呢 这银行端已经核准 对 出去有51件 那将近 将近是100亿左右的一个金额 已经核准出去这样子 对 放款金额100亿 那这个都是批次实陈保证吗 还是 5万4万8亿 对 加100亿的金额出去 那我想这个比例还是很低啦 那我们还是希望 请银行这边加快速度 那其实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最怕就是 看得到吃不到 因为我这边接获很多 中小企业的陈请 在银行端的部分 在这个纾困的资格认定上 都有碰到一些困难 包括可能他们在这个 你们的要点是 要比去年同期减少15%营业额 那很多这个企业 他们在401表的提供上 因为他们有的这个 12月份的业绩 他们是1月才开发票 那1月份开发票的部分 它这个认列上 就会比较困难 因为他们有这个 资金周转的这个期间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银行 我们这个中小企业处 你们要求银行 可以比较从宽的认定 在这个相关的 这个纾困的这个要点 如果要等它这个数字出来 可能都是3 4月 因为这个有时候是包表 跟企业管理上的一个 一个时间落差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是比较关心 这个防疫签计保申请的状况 还有银行认定的标准 希望说可以简便快速 然后尽量从宽认定 来协助我们这些中小企业 能够真正的履入均沾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都滚动式的 我会去继续追踪 所以在4月1号 我希望在4月1号可以收到这个 4月1号前 可以收到这个经济部的 一个相关防疫签计保 现在目前申请的状况 这个状况报告 因为大概到那个时候 大概已经两个礼拜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加强 我们会提供享进的资料 好不好 OK好 那谢谢 那我们请国发会陈主委 好 主委早安 辛苦辛苦 我们国家产业的大脑 那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 这个地方创生的部分 就是说 那个本席知道 国发会在107年12月的时候 就提出了地方 创生的国家战略 这是针对人口流失的严重地区 那现在目前规划134处 拓展地方的特色 吸引人口回流 那这个部分我也相当支持 但是现在目前的数据 只有31处的地方政府有回报 剩余103处都没有提报 请问主委 现在这个目前 是执行商跟地方政府配合 有什么问题 跟委员报告 其实没有问题 我们应该知道 这个计划并不是急救章 我们就可以去达成的 第一件事情 他们各乡镇市区 必须要先去做一下盘点 自己的优势 还是劣势在什么地方 然后进入一个共识 所以需要一点点时间 我了解 但是这个我想 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影响 其实大家都在讲 扩大内需 数位转型 地方创生 大家会重新重视 这个内需市场的发展 包括我们青年人 这个外流的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都是环环相扣的 是的 所以我希望说在这个部分 国发会要加强 跟地方政府联系 如果沟通上有什么困难 其实也可以 我们这边也可以去帮忙协助 因为我在选举的期间 我有担任这个全台大众走的大队长 我全台湾的这个走了23天 我真的本来我们在海外 我们都认为台湾真的是 城乡差距很小 然后非常便利 经济发展很好 但是真的去走了一圈 才发觉其实真的城乡差距 还是非常的大 资源的分配还是 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都市减压这一块 还有让原乡的青年人 能够在地方发展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 大家要一起努力的使命 那这个部分是要去跟产业链接 那你这个计划很好 可是我认为它的执行率 基本上没有那么高 那因为现在目前只有34个 提出34个地方政府提出申请 那这个部分 我希望可以加强跟地方的链接 没有 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已经有 像我觉得金山那个历史就很好 90几案提出来了 只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审查完毕 对 像我觉得金山那个历史就非常好 像那个什么汪汪地瓜园 我也带孩子去那里去过 那样的概念就很好 但是我认为说 国发会这边除了中央政府 跟地方的加强连结之外 其实也要多引导这个民间 一些大型产业在地方上的投资 才能够真的协助到他们 这个也请委员能够支持 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大的企业 能够返乡去投资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对 所以这个部分我这个会特别关心 那另外我想跟你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我想这次的疫情 对于我们整个产业的数位转型 还有整个人口的消费的结构 包括消费的方式 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其实我们应该用一个长期的产业发展的规划来去思考 那因为经济部现在目前针对这个 因为像我今天也会再开一个这个外送平台 下午会开一个外送平台的相关 跟地方商圈业者的座谈会 用一个专案的方式 看怎么协助他们度过这次的疫情 那在这个数位转型的部分 经济部他现在有提供一个 就是说辅导这个店家 上架外送平台 每家业者贴补1.5万的金额 这个政策我想请问主委一下你的态度 你是否支持 是否认同 应该是3万块钱吧 用租金的方式 那个是去年就已经开始 1.5万那个是省部长讲 就是说补贴了店家 然后上架到这个外送平台 这个是另外的 他们原来去年有一个 鼓励他们 对 这是新的 这个我们当然非常 你认同吗 我们支持所有的中小企业 尤其微型企业 应该转型成为这一个 这一个所谓的这种方式 但是以你国发会 你接触这么多新创 或者是数位经济的这个产业的概念 你认为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应该是这样说 我们应该要去正视一下 现在已经具有的平台的功能 我们把他们的功能好的地方 我们可以截取出来 我们不要再重复去做资源的浪费 也就是说不用再重新去建制 如果我们能够去跟民间去做一个合作 所以我觉得这是资源盘点的问题 因为这次的一个 其实危机就是转型 你也常常提到 但是我认为这个部队方案 它并不是很完美 因为对于业者来讲 他提供 他要为了这1.5万的补助 他去上架 当然这是一个美意 但是政府的态度不应该只是给 应该是 应该手向上来去扶植这些企业 应该这个部分是要跟这个 包括第三方 这个线上支付 第三方支付 你要协助他数位转型 不是只是叫他上架 第三方支付 要透过这次让他去申请 包括我们推的台湾配 推的不是 这普及性不是那么高 那你如果透过这样补助的方式 外送平台 他们会去上架 没错 可是他还是会去三架Uber Uber E 三架Fupenda 那对于国内的部分 还是会排挤到 原本他们发展的空间 当然我们资本市场 是一个公平的市场 但是我们在这个时机 是不是应该重新来盘整 我们国内所有的新创 包括第三方支付 还有外送平台 还有这个地方的这个餐饮业者 相关的这些 总体去做一个总盘点 这样支援投下去 才能真的达到 他带动的一个效果 否则只是用这种 传统制造业补助的方式 我个人认为 那个效果 不会那么大 你不知道你这么同不同意 非常谢谢委员 这么支持我们的新创 尤其我们在地的新创 如果他的就业人口 他的一页据点 都在台湾的新创 更需要辅职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 外送平台 其实他是外国人 不是本国的 这是我们之前谈到的 那我想这次的疫情 包括蔡总统也都提出 后面会再加码的 这个纾困的这个金额 如果说后续上 在这个政策上的执行 我希望国家会在这边 要扮演一个相对应 主导的角色来去 因为我想省部长 经济部他们非常认真 口罩国家队 或者是这个 防疫物资国家队 但这个都是比较 处于制造业的思维 我希望我们要一个 前瞻性超前部署的方式 现在很流行超前部署 怎么样因应 这个逆全球化时代 经济兵和期的一个状况下 来去扶植我们国内的 整个产业在内需上的发展 如果这个做得起来的话 以后等疫情趋缓之后 要再发展海外国家队 才有一个生态系的 一个成功的案例 去跟人家打国际杯 是 好不好 这个是我给你们的 这个免利 如果你有这个相关的计划 或者是一些 状案报告 再来跟委员做说明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 谢谢 谢谢老闆 请赖瑞隆委员 直线 好 谢谢主席 请 陈主委 陈主委请 主委好 对 主委我想 首先 国发会其实是 政府的大脑 我认为也是一个小内阁 那其实 正确的研判 国家发展的趋势的话 其实才能够做出好的一些对应 那上次我也问过主委 就是说 景气的部分 因为 好不容易我们从黄蓝灯 现在走到了绿灯了 那上次问过主委 你评估还是会在绿灯状态 那因为这两天应该就会再发布新一波的 27号 我们固定每个月的27号 27号会发布 那 主委现在呢 就是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了 你们预估呢 还是会 还是在绿灯吗 还是 就2月份我们所受到的疫情的影响 跟当时候的管控 理论上来讲 应该还不至于太差 不知道 所以应该还是维持在绿灯状态 我们还要等明天 那个整个数字完成 才会对外宣布 请委员 我知道了解 不过这样大家应该都懂你的意思 那接下来是大家在关切的是 保二大作战 就是我先问一下主委 目标还有保二 台湾今年 我们当然是尽全力 去把我们的经济成长率给它保住 不过我还是必须这样讲 我们没有悲观的权利 只有要努力 可是随着疫情的扩大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没有太乐观的本钱 主委 我讲的是有时候我们要正确的研判所有的局势 我们才做出各种可能性的准备跟因应 都是正确的研判局势 那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在下修 几乎都在下修所有的GDP的部分 包括很多的其他的民间机构 对台湾的保二部分也感到那个 那我想 那基销想问主委 如果你认为保二还是 保二现在还是政府的目标是吗 当然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主委怎么样保二 我想 从国发会的角度 在国家策略上怎么来保二 除了现在我们扩大我们的纾困 跟振兴的方案之外 我自己是认为 我们应该掌握这一波的疫情 对数位经济的利基 也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经济转型 让未来的所谓的宅经济里面 所显现出来的像平台经济 订阅的经济 串流影音的这些 能够跟数位有关的部分 能够趁这个机会 包含我们的所有的中小企业 都能够转型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掌握这个利基 去开创台湾下一波的一个 好的经济的前景 主委你讲这个是一个未来 当然是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再走了 他现在也在进行 对 跟委员报告 其实这个现在就正在进行中 我们可以加大力道来做 对 加大力道来做 这当然是一个方向上 但我们看到现在世界各国 面对的这样的一个 疫情的一个大流行状况 其实全世界都有 各个国家都在展开的各种的方式 包括货币政策 包括财政的一些手段 甚至于美国 投入大概60兆的经费 中国30兆 日本7000亿的台币 包括欧盟的部分 包括甚至于德国 这个韩国等等 都超过了相当大的一个金额 那台湾现在 目前我们政府提出来的方案 是1000亿左右的啦 那当时当然是在 比较初期的阶段 主委认不认为需要再提升 我们的这一块的部分 来不管是提 至少在纾困 振兴的部分 加强他的力道 因为原来的预估疫情的状况 在其实上前几个礼拜 还没有到欧美的时候 我们是很希望到3月嘛 那现在看起来 就会可能到6月 那再加上 6月还是乐观的状态 当然我们可以从乐观去评估 跟悲观去评估啦 那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现在世界各国 所采取的措施 都是更强制性的 封城啦 或者锁国的方式 会让有一些 在这个第一线 最影响最大的 航空业旅游啦 就是人的移动 还有这个实体的经济 确实那个冲击 那个损害 可能会更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究竟如何去 稳住我们的经济 除了我们原来 加大我们的投资 还有我们的建设 公共建设的执行率以外 那其他的纾困这些 都必须要全部到位 那我想未来 如果到了 比如说下个月 情况看怎么样 这个疫情到底控制到如何 如果还有再需要 加大力道的情况之下 其实应该 我们现在讲的 都是讲超前部署 料敌从宽 玉敌从严 所以我意思说 一定要从比较 预期到万一 比较不好的状况发生 所以才不会措手不及 所以我希望 国发会就一个 小内阁就会 政府的一个大脑的角色 我希望提早准备 提早因应 我认为应该给予院长 甚至给予总统 国发会专业的一些意见 然后来超前部署 超前的准备 各位报告 我们都有随时在观测 整个疫情跟国际的情势 然后我们也都有 准备这个报告 那主委可不可以再讲一下 那你认为 如果保二是 我们的目标的话 包括这个 一千亿的一个经费 你认为需不需要 再做一些调整 我想经费是一个问题 执行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现在其实 包含我们的这个 各方的投资的加注 其实已经不止 只有这个一千亿的部分了 刚刚像提到的 还有央行那边 还有个两千亿 还有其他的这个 这个经费可以去溢注 我想我就先不谈经费 我希望主委 国发会的高度 去整合出 应应未来局势的 快速的变化 万一往不好的方向发展 还是我希望 国发会提出 更完整的一些建议 给院长给总统 更好的一些专业建议 好 谢谢 我想请教一下 接下来最近大家也在关切 从去年 EGFA的宗旨的问题 包括国安会都评估过 去年选前就有在评估 有可能会 威胁宗旨EGFA 包括前两天 包括国安局长也提到了 主委 有没有评估过 这个有没有可能 发生这样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EGFA里面 并没有说 他会自然的终止 这样子的规定 我们当然是希望 不要因为政治因素 而影响 有没有可能发生 因为我们没有收到 任何对方说 要终止这样的讯息 那万一发生这样的状况呢 我们当然会努力的 希望不要发生 那如果发生以后 政府有什么样的因应 就是你们有没有评估过 后后他可能产生了一些影响跟冲击 跟委员报告 这个还有另外的专案 在做一个处理 我希望国发会一样了好不好 就是做一个专案的准备了好不好 我希望两个礼拜的时间 给我们一份报告 就是如果万一发生这样的状况 我们当然都不希望发生 我们当然希望去沟通 但万一发生的时候 对于我们整个国家产生的冲击 给我们一份报告 跟因应策略好吗 跟委员报告一下 好那我们会尽量从我们的国发会的执掌上面来做一个处理 不过这个确实是因为有更高的 我知道我知道 但我想是在于行政院里面的以国发会这样的角度 我认为这件事情国发会应该要高度关注 跟有一些策略跟看法 好谢谢委员的看众 那另外这个地方创生的部分 上次也跟主委提到了 其实骑津岛 骑津其实是一个离岛 它是因为有过岗隧道的关系 不然它其实符合离岛的条件 因为过岗隧道 那现在过岗隧道第一条 它当然延寿了 但第一条过岗隧道总有到期的时候 那如果第二条没有做开辟的话 事实上它就形成是一个离岛了 所以我希望主委也能够协助 在第二过岗隧道的时候 能够大力来支持 我希望 如果交通部如果有提出来的话 我们会 我也希望在未来 我们当然会跟交通部沟通 我希望提出来说 既然我们现在没有把 其今列为是离岛 因为我们有第一条过岗隧道 那当时它主要是以港区的一些为主 那如果将来港的部分 往第二港口的方向移动的时候 这个地方如果将来 第一条过岗隧道没有了 那政府对于其今的居民有什么样的做法 如果要不你把它化为离岛 那你该给他的就应该给他 条件就应该给他 那要不你就应该思考他的第二条的道路 不然将来两头都漏空 我认为对其今是相当不公平的 谢谢委员对其今的关心 确实其今有很大的发展的机会 那现在就是希望说 其今去公所那边能够提出一个整合性的计划 那我们会来协助辅导他们 我希望那个国发会和国发相关的一个部会 都能够去跟当地的在地的团队 然后一起去沟通 让当地年轻人的声音出来 然后我们希望一起来协助 其今的这个地方创生的发展 可以没有问题 我相信它不是只是从人口的增加与否 我希望它能够带动的是 这个其今里面的一个发展 算是一个离岛区的一个发展 那另外最后一时间到 最后一个问题 我也很请教一下 其实蓝色经济之前国发会也 也有一份报告出来 那当然现在海委会有做了一些的 这个计划出来 那我也希望主委协助去关心 因为海委会毕竟是一个新成立的一个机构 那起来之后 我认为蓝色经济里面的 应该要多从几个具有亮点的动能去推动 比如说我们的油泥产业 我们的油泥产业很强 我们是全世界前五的制造王国 但是我们的这个休闲跟娱乐这块的 并不强 那我希望主委能够协助海委会这边 能够在未来的预算上 或者在整个推动上面 在我们的这个游艇的产业的 特别是推动的部分 包括我们的休闲渔船 这些的休闲渔业的这一块的推动 能够多一些的协助 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蓝色经济 或让我们的这个蓝色的发展 能够更快速 好不好 这请主委能够多花一些力气 去协助这个海委会 好 谢谢委员 谢谢 谢谢主委 谢谢 现在我们请陈廷飞委员资讯 谢谢赵伟 我们请陈主委 好 陈主委请 陈廷飞委员好 主委好 我想北区地方的创生计划 这是一个旗舰计划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跟过去所谓的在地方 这个区块不大一样 所以我们都希望它变成是一个示范 那在108年9月23 108年的10月9号 经过我在立法院的咨询之后 也感谢我们的主委 开始进行所谓主要参与的一些动作 然后也就是把地方不做的 我们中央来做 所以很感谢 那当然在10月16号 108年的10月16号 开始有第一次的一个座谈 那这个座谈呢 当然也邀请了相关单位 包括台铁局 因为是土地的所有权 那当然还有可以 因为我们希望的是 未来结合成大医院的老人医院 我们可以作为长照的一个旗舰点 因为长照2.0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所以呢 我们主委也邀了卫福部 那现在开始 哇到了11月12号 108年11月12号 也开始了针对土地问题 因为土地要先处理 土地不处理 其他都不用讲了 所以我们也在这个108年11月22号 开始邀集了台铁局 一起来召开 那当然也有划定了一个区位 那这个区位也开始做了分割 然后该做的动作也都开始做了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先来请教主委 到底这个是台南市的北区地方创生计划 还是卫福部创新整合型长照据点计划 到底我现在应该把这个计划当成什么 这两个位阶是完全不一样哦 创生计划是一个国家型的计划 是国发会做主导哦 如果卫福部创新整合型长照据点计划 是卫福部的一个前瞻计划 它要跟很多人去竞争 那就跟我们原本的想法又有一点落差哦 所以我今天要先确认 到底这个案子 因为我们数次开会 我们的主题都是北区地方创生计划 是的 每一次发开会通知都是北区地方创生计划 所以我们的架构还是在国发会的创生计划之下的一个重点 福职 我这个要很强调哦 可是如果你今天把它改为是卫福部的 它整个状况又不同 那我先确认 主委 我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计划 各位报告 我还是支持这个案子 应该放在整个北区的地方创生计划里面的一项 那在我们的整合的平台上面 我们会请卫福部 就是在我们那边通过认为 它的地方创生以这个来作为它的亮点 或者是它的主要的计划的时候 卫福部就会同意 然后只是去走它后面的程序而已 这样子 好 那主委 那问题就来了 很感谢主委 没有把他的位阶拉下来 因为位阶拉下来就完蛋了 那可能经费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呢 我要跟主委报告一下 现在我们办公室跟我们国发会 不论是3月12号问的文 或是3月24号问的文 大概只是把日期改一下 大概所说的都是一样 就是我们跟台南市政府表示有关 卫福部创新整合型长照据点计划申请补助案 台南市政府及北区区公所 宁含送卫福部争取计划经费 北区区公所3月11号 签诚至台南市政府 目前还在会相关局处当中 到目前还没发函至卫福部 然后呢 第二点是 目前的土地问题 也已经请台南市政府 送主管机关卫福部来争取 好来 土地 经费 都是要跟卫福部 国发会说 土地已经处理了 很感谢 土地因为北区地方创生计划事业用地 这个部分是国发会回给我的 前一张也是国发会回给我的 这一份也是国发会回给我的 所以我为什么会问 主委刚刚那个问题 一定有我的用意 因为 同样是国发会回给我的文 有不一样的计划 的指标跟目的性 所以呢 有关北区地方创生计划事业用地 台铁局 已经在1月15号 确认计划用地的范围 而且也进行 在2月27号完成了土地分割事宜 所以证明土地没有问题 感谢国发会 协同台铁局去把这个土地做确认 然后只要土地完成之后 因为在11月12号 108年的11月10号已经做了决议 这个计划 未来会还给交还给国产署 因为变更之后 土地变更之后交给 变成为非公用不动产 要交给国产署 所以呢 后续就由国产署跟台南市政府 来办理土地改良利用 然后进行本计划开发 这个都正常 这个都没有问题 再来 问题来了 目前台南市政府还在签公文 我不知道说台南市政府动作怎么这么慢 从11月份去年11月到现在 我相信他得到的讯息应该都是一样的 可是到目前还在签 还在签要从哪一个单位来做一个主办单位 哇 你看 有没有很离谱 没关系 他们继续拖 可是我们中央不能拖 我们要把所有的事情做好了 等他们 等他们 好 他们现在在签 我们等他签 可是现在一个问题来了 经费的问题 卫福部 我们也问了卫福部 卫福部说 哇 他们还没收到计划的内容 因为都还在市政府嘛 当然还没收到 可是问题来了 本部前瞻计划申请补助的对象是县市政府 而且土地需为县市自有才能补助 本案目的土地人属台铁 据称要到今年年底才能完成波用 所以目前台南还不符合计划送件的规定 第三本部前瞻计划经费目前已经核光 而且还有计划在排队当中 就像我讲的如果要跟人家竞争的话 不然要摆去投尾去啦 所以位接不一样嘛 所以国发会我们的陈主委说的 他的位接是我们的 不是在前瞻预算这个所谓争取这个部分 而是我们的创生计划 然后所以台南就算送件也没有经费可以补助 要排队还要等没有县市策案 才能有策案之后控除的额度才能给台南 这问题就大了 我知道委员的关心 我觉得这个在流程上面 可能有一点点的误会了 恐怕要请他们先提地方创生计划 我们就会把这个额度匡列 在那个地方 那就会保留住给这个北区 卫福部就会做这样的处理 所以我想委员给我一点时间 我赶快的再来做一个整合好不好 主委他们现在台南市政府签的全部都是写 卫福部创新整合型长照据点计划 他不是用创生计划 他写的 他说是我们国发会跟他说要这样写 那我不知道到底哪边出问题 所以要拜托 我们已经努力到这个部分 好难得台铁愿意把这块土地框出来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 我觉得这代表台南北区的创生 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放弃 因为当天我们线刊的时候 其实卫福部也是支持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整合性的长照据点的 对所以我觉得不要再把它拉到 拉到他们个别的前瞻计划的那个部分里面 因为这样子整个位阶拉高 好像我们在跟人家争议算 应该是在整个创生计划把卫福部的预算 因为你们有一个平台 把那个预算框出来 框出来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如果台南市政府 他的整个计划应该去改变了 拜托我们主委跟他们商量一下 而且主管单位到底是哪一个部分 区公所要办 还是这个金发局要办到目前都还没有讨论好 你看哇 台南市政府应该是金发局在主办 所有的地方创生计划 是啊 所以他们现在哪一个单位还不确定啊 所以就莫名其妙 所以今天拜托主委再麻烦你 好很快的时间会来召开协调会议 谢谢 好谢谢 好接着我们请孔文吉委员资讯 主席我先会议请问一下 我们原住民委员会今天有没有报告中 有吗 这里面好像没看到你的报告 有有有 有吧 好那个我想请国发会的主委 好陈主委 文化部的理事长 你要一万 全部啦 他全部 延民会副主委 六个人 楼委会副主委 好请大家一起上来 五个啦 国发会一个就好了 好空委员好 好 主委 是 你这个地方创生啊 是 我这样了解的结果 从去年 我这样这个带大家去到原住民乡镇推广地方创生 我觉得只有一句话 金益其表啊 败戏其中啦 有什么成果 冠冕堂皇 换一个大饼 换一个大饼 我现在我现在请教 经济部 原住民乡镇有没有 有没有地方创生计划 有没有 你随便举一个例子 原住民乡镇有没有地方创生计划 我们的那个 SBI的小型 有没有 我们的这个 SBI的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计划 我们有补助 这个花莲或台东 这边的原住民 没有啦 我现在做这项外务 罗委会 出主委 你自己的报告里面 你说109年3月24号为止 总共有9项计划已经核定 在你的报告的第8页第9页 有没有 有没有原住民乡的计划 有没有 有没有台东县 山地乡有没有 山地乡有没有 那马下 你这边有观山路野 那马下 那你这个还没核定 你这个是核定的哦 对 我们这个核定的 我们核定的是 那马下你推什么 你推什么 你可以说明一下 那马下为什么没有 你可以说明一下 山地乡有没有 有有 没有啊 有没有 文化部 你讲 你回复一下 文化部三项 三项有没有原住民乡镇的 现在有两项正在辅导中 一个是纳马下 一个是仁爱乡 纳马下跟仁爱乡 对 一个是 你不要再提什么仁爱乡计划了 是 索水西办的产业成星 就是仁爱乡的原住民乡 我跟你讲哦 你们这几个部会啊 一个乡正下来 我们原住民乡 没有办法享受到 地方创生计划吗 你能委会没有 文化部没有 经济部 你说什么中小企业 第二个呢 我觉得地方创生计划 是一个一幕混珠啦 你剽窃各部会的一个成果 你看一看 国发会 你说屏东太武厢咖啡 国发会的屏东太武厢咖啡 牡丹乡的东沿森林 西海部落高市部落 全部都是你们地方创生的吗 还是说是别的部会所推的 然后你把它纳入到地方创生 说这个是我们地方创生的成果 这个已经推落好一阵子 跟孔委员报告一下 咖啡 西海 这全部都地方创生吗 没有 就太武厢来讲 它有既有的基础 但是它必须要让这个产业 能够创造更高的效益 我觉得地方创生是什么 你们经济部 农委会 什么什么这些 已经在推动的咖啡 什么什么产业 然后你说好 这个纳入我们国家的 地方创生计划 就把它盖刮在我们地方创生的一个成果 你们几乎只有去减彩啊 有没有真正说 这个经费是从地方创生的经费下来的 没有嘛 你地方创生 你们国发会管控这个经费 然后就严明会 农委会 经济部 文化部 所推动的 常年下来 在它的业务的范围里面 所推动的 像咖啡的产业 什么这些产业 然后你就纳入到你整个地方创生 这个是一个国家的 一个策略 国家级的策略 我觉得这是一幕混珠 你是剽窃各部会的成果 我们三地乡的地方创生 你想嘛 三地乡的地方创生 你国发会 成功补导的有几家 真正在座的有几家吗 我们到目前为止 有关圆明地区 在实行中的是十五件 十五件 对啊 到现在为止 我们圆明地区 都是在退建的 在退建的 台东县 延平湘 还在退建 还在修改 没有没有 延平湘跟 延平湘是很早就过 陆野 北南都非常早就通过了 所以我对 我对你们这个地方创生 我真的是非常地遗憾 你这个是 这个是漠视 原乡地区的建设 没有 农委员 农委员报告 其实 原明乡是我们的 最主要的 地方创生的重点 我当时还帮你们去宣导 去辅导说 地方创生 大家可以 南澳乡 什么五丰乡 大家好好去 这个 好好利用这个资源 然后到最后咧 我们真的是看不到 什么成果出来 来我再请教一下 你农委会 你讲一下 你说南马夏在哪里 报告有吗 报告有没有 跟委员报告 我们的报告里面 有列出几个项目 那我在这边跟委员报告 有关于南马夏的部分 那我们本身 基本上是在原封的计划 我们有一个原封的计划去支持 在你第八页跟第九页 你们自己写的 我没有看到一个三地乡的计划 你农委会 根本就不把三地乡啊 看在眼里了 你知道吗 跟委员报告一下 南马夏向他提出来的 整个的地方创生计划 总共需要协助的有九项 这里面有原民会的 也有营建署的 也有交通部的 还有体育署 以及农委会 你先请回啦 所以我们是个整合性的计划 先请回啦 我真的看不到 你农委会经济部 你没有把三地乡 放在地方创生计划里面 这个是我的结论 第二个地方创生 是一幕混珠啦 是一个大饼 吃不到的大饼在那边 到最后呢 各部会提出的成果说 这个是我们国发会的 地方创生的成果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跨部会 大家共同来努力的 那各部会在他们的资源里面 可以协助的时候 都一定会尽量的协助 我们就是希望地方 能够有好的发展 那每一个计划 他有到执行的时间 主委你先请回 你先请 那个不 主委留着 其他请回 那个我现在想救主委 离岛建设基金 我发现离岛建设基金 我仔细看你们的项目 我们离岛建设基金啊 蓝椅的最少 蓝椅的最少 我首先举个例子 蓝椅机场 开远港的码头 蓝椅的综合医院 主委 你们蓝椅 蓝椅都在做什么 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这个 离岛基金的部分 我们是要由 县市政府提出来 您刚刚所提到 蓝椅的交通建设的部分 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 所以也不是县政府的城市 所能够提出来的 那也就是刚刚廖委员 在咨询的这个部分 交通部如果有一个整体的规划案 然后未来在这个经费的时候 需要我们离岛基金来协助 我们是会协助的 那为什么 为什么蓝椅的经费怎么那么少 因为它没有提计划嘛 委员我们是要台东县政府 没有提计划 这不是我们由上而下的 所有的这一个 不管花东基金 或者是离岛基金 都是由县市政府 提这个计划 他们要做的 然后我们依照这个部会 来做一个审核 那事实上过去 蓝宇也有提了一些计划 但是他们提的计划 确实都比较小 比如说 医事人员的培训 所以什么妇女产业 妇女什么训练班 远距医疗 最大的应该是 离岛的远距医疗 但是我们的公共工程 交通建设 离岛建设基金 是可以做的 可以做 但是没有人提计划 所以我们不可能 无中生有啊 所以我必须要有计划 我才能够去匡列 编列这个预算 对 我在讲这三项 拜托主委 你们可不 国发会 是不是可以 因为你们是主管 离岛建设基金 因为我是听 听那个主管部门嘛 离岛不是 那我们蓝椅的部分 离岛吗 离岛 离岛建设基金 蓝椅的部分 台东县政府没有报 但是我听到蓝椅的乡民说 一个他机场的跑道 一个是他开沿岗的码头 还有一个是蓝椅的综合医院 之前你答应我的 你说你跟卫生福利部协调 从你第一次上任 当国发会主委到现在 我们你讲的综合医院在哪里 也没也没做到啊 综合医院的部分 卫福部 要在那边盖 但是后来他们的内部的会议里面 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这个案子没有提出来 确实陈部长有跟我提过 他其实有想要 可是可不可以透过这个远距医疗 先去做解决 不是在那边盖医院这样的方式 他们内部 因为他有一个医事审议委员会 要去做一个决定 这是有在讨论不是没有 好 这个三项 那综合医院就照您刚才讲的 蓝椅机场 开岩港码头 这两项 这两项我来了解一下 然后再告诉你 台东县政府来协调一下 好不好 是蓝椅乡公所 他没有主动提报 还是说台东县政府 不知道 这个是乡民所需要的 建设工作 好 我会把它记下来 我去处理 然后再跟委员回报 好 谢谢委员 谢谢主席 我想要请主委 陈主委 陈主委请 谢委员好 主委好了 主委我有看了一下 我们今天除了 审那个地方创生计划 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 你也要就你们 国发基金的执行的计划 等等的做出报告 可是我刚才看了 其实我们知道 现在疫情非常严峻 我们希望在纾困之后 就是台湾的经济的 再次的成长 那我看到你们的 产业创新转型计划里面 有核准的非常多的计划 你说了有12家 投资的金额有45亿 那有带动的产能也很多 可是是不是可以就这个里面 国发基金里面 适合 就是我们可以盘点一下 对于未来台湾的经济发展 有利基点的 等等的 我们提出一个计划报告 跟委员会报告 在我们的国发基金预算审查之前 主席是不是可以做这样子的才是 主席 我说是不是可以请主委 请陈主委 国发会 在他们 就是我们下一次 国发基金预算审查前 把我们所有国发基金的 产业的计划 提出一个检讨报告 就是让我们委员会知道 因为这对未来台湾经济的发展 振兴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应该要盘点一下 我们现在手上有的筹码 请主委 请速把这个完成 宋委员会 主委 我们知道 你上次有说到 你对于就是关税 就是贸易谈判等等 你也有提供给总统 跟行政院长相关的协助 那你知道说 我们今年CPTPP 在8月的时候 会在墨西哥举行 我们的部长级会议 那他们预计要跟泰国 正式的展开协商 让泰国在2021年 就可以加入CPTPP 那之前日本的媒体也有报导说 日本要支持 就是也要支持台湾加入CPTPP 可是我前几天在外交部 咨询相关的负责业务的师长的时候 他都说这只能仰赖日本的协助 可是我认为 因为这个CPTPP等等的相关的 就是他们的GDP的 所有成员国的GDP 他们有10.2兆美元 占全球GDP的13.6% 所以我觉得我们加入CPTPP 对我们台湾整体的经济成长 是有非常大的注意 那我们想要加入CPTPP 我们必须要跟CPTPP 11个会员国 分别的进行双边的沟通 其中这11个会员国里面 有6个是我们南向政策的目标国家 那你认为我们有没有办法争取这些国家 来推动支持台湾加入CPTPP 我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所知道的是都在努力当中 而且是尽全力的在跟各相关的国家 对我们友好的可以跟他们做沟通跟交流的都在努力当中 主委你跟外交部可以说上话吗 你们跨部会的协调是怎么样 没有因为我们CPTPP这个有的谈判的部分是行政院的OTN那边在负责的 也就是邓政中政委那边 所以我其实随时都有请教他最新的进度 所以你的进度比外交部还快 没有没有就是事实上都有在努力 我相信外交部应该也知道 但是我们当然知道也有我们的困难 可是我觉得针对要加入这个区域的经济整合 绝对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所以我们一定要请全力去努力 那你觉得我刚才提出的就是我们先朝我们六个就是我们新南向的就是目标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支持 然后你觉得这样子的意见是怎么样的 非常好 尤其我们也有一个新南向的政策 其实跟这一些国家不管在贸易人才交流相关的方面 我们过去这四年来其实都很努力的在做了 那既然你对这个整体的状况有你的掌握显然是比外交部好 我觉得你能不能提一下说目前这六个新南向的目标国家 对台湾要加入CPTPP的这个目前的态度是怎么样 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知道我们有在进行 但是进行的对方的态度是怎么样 这个我倒是没有完整的讯息 我怕在这个公开的殿堂可能我会有误解 那那你是不是可以就是说这是机密吗 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阶段性的谈判或者是这个沟通跟协调的部分 那这个相关的资讯呢确实因为我们没有参与 但是我可以跟委员讲的就是政府的态度上面是非常努力的在做 在促成这样子 而且我们配套的部分包含法规的修正 我会有非常大的注意 也是觉得说刚才我听到他们都是完全配合国发会啦 可是私底下他们觉得我们国发会这个创生计划整合平台执行的效率 根本没有很明确 你怎么看 各位报告 你看我都没有请他们站在你旁边 第一个是去年是第一年嘛 所以我们其实在凝结共事还有把我们的核心的推动的方法做了很大的 花了很大的心力去跟地方做说明跟让他们了解 因为他们都还是有过去那种心态就是 中央有一个计划我就来申请补助这样子 所以他在个别的找计划 那我们希望地方创生是一个整合性的计划 那在我们辅导的过程或者在我们的平台会议上 其实各部会都非常努力的来协助我们来帮忙 那不过有时候地方的能量是不足的 因为我还是要行政的流程 我再提一点主委 刚才我听到了贵党的委员 他也提出只问你 就是说你们的审核的就是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你们就是希望人口不要继续的外移继续的老化 可是我必须要告诉你 我看到你们的报告里面 你们有支持我们彰化县大城乡的一个计划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今年整个人口的问题并没有受到改善 甚至还发生了小学要并效的问题 所以国发会的创生计划必须要有效率 可以达到你们的目标 不然即使是吃不到的大饼 有时候大饼吃到了 也不积药了 你知道吗 我们的学校就一个一个不见了 我们的人口还是一个一个外移 好 跟委员报告 我还是强调一下 这是一个国家的战略计划 是基于我们的人口的结构 还有我们整个的产业的发展的不均衡 我们必须要去努力的 但是真的他不能一处可及 不可能我去年开始执行 他今年人口就增加了 如果我是假照这样的一个人口的人数来跟委员讲 我觉得那才是我不应该的 我们在努力当中希望 我时间有限了 我认为主委 你们应该要更有效率的整合各部会的计划 不要让地方创生计划 成为大家眼中所认为的吃不到的大饼 然后让大家徒劳无功 每个乡镇一直来提计划 结果最后你们辅导的结果都没有成效 好不好 好 谢谢委员 好 接下来我们请陈明文委员执行 陈明文委员执行完毕 我们休息五分钟 好 主席后面请陈主委 陈主委请 委员好 好 主委好 我想这个地方创生 我们行政院把它定位为是 国家安全的一个战略成绩的一个国家政策 是 因为跟人口有关 对 所以这个地方创生最主要的目标 也就是说希望我们的这个地方要自己制止的一个在地产力 是 那也就是说希望能复兴地方的一个产力 那同时对一些这个污染的这个永细的附加价值的观光场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 现在就大家肯定在推的地方创生都会推这个地方观光的这个产力 那看起来我给你看你的报这个简报里面 大概国家会目前总共辅导就有45件 葛宇关大概有 葛宇关就是已经完成的是只有一个阿里山厢 阿里山啦 对 有三个要在福岛当中 那三个福岛的 目正大概阿里山厢很快 大坡 中坡 目正要在整个月啦 阿里山厢 像刚刚农委会那个副主委都特别讲 因为很尤其是嘉义农业乡会牵涉到需要的经费就是农委会最多 他說不會以晚積極去做別的 一定會維持地方創新的 所以今天就在這裡就再一次的承諾 陳初委也跟我這樣的承諾 他們就會比較安心去做推動 像我們大部長部 現在初步大概都已經有一個規劃 現在要送來 當然現在目前他們送來 都出了一些觀光的產業 像我們大部大概能夠發展的 就是客戶咱們之一口的觀光 所以大概現在也是煩惱的就是說 在疫情這一段期間 隨時現在 遊客也都在減少 這遊客減少 我們重要的一些這些 紓棍啊 政信這些政策裡面 大家都對客戶也拿 他們這些都是修小商店 個體戶 就是像這個 好像都不是他們的一個 你們這個 胡島的一個範圍裡面 所以事實上這個部分 國安會這邊應該要注意一下 有沒有這個營運啊 其實在中小企業微型企業裡面 在中小企業處的那個經濟部的計劃裡面 並沒有排除的 沒有啊 應該都沒有啊 應該都沒有 都包含在裡面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們這些地方產生都是地方優效上的小型的一個商店 個人的工作室啦 所以他們大概看起來 他們怎麼煩惱說 這樣是中央的這個 政策的一個補助是不是符合 所以我想這一點 我還要特別利用今天機會來跟我們國安會提醒一下 能夠盡量能夠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今天要談的重點就是說 那國安會我們除了要輔導地方政府以外 那國安基金我們大概也投資了地方的一個創生 或者是社會的一個企業的案子有幾件 我們特別針對地方創生的部分 目前應該是只有一件是 不只喔 應該有幾件跟地方創生有 台灣雕就是雲林的台灣雕的部分 它是真的是在我們地方創生計畫裡面 主委說我是這樣啦 我要提醒你就是說 我們為104年的9月國安會通過行政院 國安發展基金協助 社會發展投資作為要點 大概寬約10億的經費 三年 看起來這三年基本上 已經結束了 三年已經結束了 我們是沒有任何一件案件的 那個不是 沒有任何一件案件發生的 那這是到底是為什麼 不是跟委員報告 那個是之前的所用補助去補助新創的部分 那個計畫已經結束了 我知道嘛 我說這個新 我知道嘛 所以這就是讓你知道 國安會過期 所推動的 投資社會企業的 是 還是地方創生 基本上這三年都沒什麼行為 那都沒說地方創生 但是我們現在改做投資 所以我的投資到現在為止 我已經投資了84件 但是108年到巴愛迪 也沒有任何的申請案件 到108年的巴愛迪 沒有那個補助案已經結束 那10億已經用完了 沒有了 好 這個在105年以前就已經用完了 好 那主委我請問你 國華基金投資5加2的這種產業 我看到這個表 這個執行力也不是很好 這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執行的情況為什麼會這麼差 因為這個創新轉型的計畫呢 我們是被動的 就是讓他們來提出這個申請 所以確實提出的案件 從106年107年108年 我們看起來的執行力都不是很好 我們通過的是12件 我們必須要做一個檢討 我想這個立法院也有在做監督 不是錢過了你們都沒有在做 我想這個事情我要特別提出來 還有就是這個像這個國華基金的一個 近幾年的一個投資的一個產業的一個明細表裡面 那我們看到的像這個 諸通信還有物聯網 從106年到108年 我們執行力多少 執行數多少 零件 沒有錯吧 零件 為什麼 我告訴委員報告 這就是人要來申請 這種人沒有來申請 所以我就沒有這個類別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的意思是 我們就是要做這些工作 尤其是有這麼多 就是政府在推動的一個 基本徵措的一個 輔導產業 現在就是綠能的比較多 對嘛 但是看起來就是說 包括我們 諸位機械還有零組件 也沒有 他們沒有需要租 金民就不會來幫我們申請 那看起來生物 生技還有醫療器材也沒有 為什麼 這都不會嗎 生技跟醫療器材也有 我們有投了一件 有 蛤 有生技跟醫療 我再跟委員確認一下 委員這個分類 因為我們很少這樣子的分類的方式 因為我們的投資的部分 不是 我不是故意跟你分類 我現在告訴你的 是五加澳的產業 是我們這個 蔡英文政府 上台以後 積極在推動的 在輔導的 沒有錯吧 那國華會 既然 是有這種 我們國華基金 在輔導這些 這些產業 那為什麼特別是五加澳這些 好像在 你們的族性數裡面 幾乎 基本上 都沒有 所以我就在注意這個 補問 到底你們 國華會在做什麼 你們到底 你們在國華基金 在投資的這個 案件裡面 到底是在選擇什麼 那基本政策的 這個五加澳的產業 你們為什麼反而都不去做 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就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不是我們自己去找 找 找案子來投資 是他們有這個資金的需求 他們會給我們 然後我們會鼓勵這一個 跟五加二有關的 到底是 是 是國華會在 在國華基金在投資產業 是人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 可以來幫你 來幫你申請 還是不需要 這個又是兩回事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宣傳不夠 我們可以多宣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要問你 為什麼這些工作 都沒有 結果 結果 國華會基本上 還是有國華基金 在輔導這些產業 我只是在提醒 這個 這個主委 就是說 這些事情 事實上應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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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 了解一下 農委會 我們來 農委會 我特別要在這裡 提醒一下 森林遊樂區的人士 正在大檢 我們如何在應應 我跟委員報告 森林遊樂區部分 我們 在前幾天 已經病入我們的 修煙旅遊裡面 然後我們 相對的 第一個 紓困的部分 也把它納入了 如果森林遊樂裡面 的相關的餐廳 跟他的營運 如果很困難的時候 紓困可以 另外在振興方面 我們也會有 一些場域的 優化的補助 每年喔 每年都在遞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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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05年就 這個 減了25萬人次 106年也低於 目標準的 104萬人次 107年是低於 我們的目標準的 40萬人次 108年齁 到今天為止齁 這個 這個也減了 大概有 13萬人次 也就是說 看起來我們森林遊樂區的人數 一直在遞檢 我不瞭解為什麼 應該過氣是沒有這種錢 為什麼 這幾年來 一直是這樣子 一個情況 這到底是 我們農委會 有沒有特別在 關心這些事 有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有關於森林遊樂區裡面的人員 遞檢的部分 某一部分的森林遊樂區 好像阿里山那時候 因為鐵路的關係 造成了一些人數的 就是上山的方便 那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未來 會更加強的宣導的部分 這個部分 照理講 我們全球疫情大爆發以後 很多國人 基本上是不能出國 都是留在國內 尤其是到戶外 但是也在遞檢中 所以我是特別提醒 這個 這個 榮委會 希望 周成林遊樂區 要好好的 舞蹈 或者是 注意一下 身體遊樂區的人士 好不好 有空 能夠鼓勵更多的 這個人 能夠走出戶外 走向大自然 特別到 身人遊樂區區走一走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陳委員 休息五分鐘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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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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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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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主委 谢谢 谢谢 我是 主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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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的主力產業就是養殖 那養殖有沒有瓶頸當然有瓶頸 那麼這個那麼大的區域的瓶頸到底要怎麼樣來處理來講 我們當然一步一步會做 做到比較好的成熟的時候可以跟主委做簡報的話 再拜託主委的話再請你出手啦好不好 拜託你來幫我們搗三更多 委員我們會有一些輔導的顧問來協助地方 還有很多的在地的團隊 我們都希望能夠產官學園社大家共同凝聚共識 其實婚臨齁 坦白說我這幾年這樣去幾道班 其實我覺得雲林在地的這些年輕人的活力 是讓我非常感動的 而且他們現在也發展得非常好 他們也慢慢自己在集結一個團隊 在推動我們整體的地方創生 像毛金葉來講目前進度到哪裡 跟委員報告毛金葉的部分 第一個我們先去做一個盤點 我們跟支撤會合作去瞭解 在線上去購買毛巾的消費者 他大概希望他想要買的東西是什麼樣子的一種規格等等 然後我們也讓雲林的毛巾業者 他已經上了我們的那個跟他們推薦的那個平台的公益平台上 電商平台 對去展示了他的東西了 那另外呢他們也跟另外一個很著名的一個平台 不是一個業者做印花的 印花樂的去做這個結盟了 那再來就是數位化的部分 要幫忙他們把它提升起來 所以他們一直都有聯繫 從我們跟委員一起去跟他們座談之後 他們其實已經接上了 然後一直在努力 那不過我們還是要說 要數位化確實那個過程還是蠻辛苦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有決心 還是要有決心 可是雲林的這一群二代接班的年輕人 是讓我們看到希望 因為他們都很有心 他們只需要方法幫忙把他的通路品牌 把他建立起來 我是覺得我們可以持續的協助他們一定可以做好的 還有包括拓展外銷 對 沒有錯就是行銷 就是通路行銷跟品牌的建立 這個我們都幫他把它銜接起來 主委就是站在國會的高度 像毛巾這個 就是Made in Taiwan MIT這樣子的話 而且是80%都已經群聚在雲林縣 就請主委的話 在未來來講 還是要特別再帶他們走一段路 好 我們會一起陪伴他們 主委的話 有空還是再下來看看我們 是是 雲林真的很棒 謝謝 好 謝謝主委 好 接下來我們請 蘇振興委員資訊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主席 麻煩一下我們主委 主委請 主委員好 主委好 剛才 蘇智芬委員說 有空記得到雲林看看他們 那你要記得 有空來到屏東看看我 有啦 有啦 對 要到台中才可以下來 那屏東又是最遠的 不會不會不會 主委 109年度 我們編列 創業投資事業 預算50億嘛 對不對 沒有錯吧 還是我資料有錯 創業投資 你的意思是創投是不是 對 創投基金 OK 好 那我先問一下 我們地方創生 我們國家戰略計畫 我們在108年1月28號通過 那到現在 他執行的期間 是三年 是不是 對 是 是 這個委員 包含陳明委委員 都我們 針對地方創生 剛才休息時間 你來跟我說 我們屏東 有好幾個計畫都過了 是不是 是 好 那你覺得 屏東為什麼會過 嗯 那其他縣 陳明委委員 他說 他們好像 很多地方都遭受到瓶頸 是屏東 比較刺激 還是屏東比較刺激 自己的比較沒用 是這樣嗎 屏東很積極 這一點 沒有錯 那自己比較噴大 嗯 我不敢說啦 因為我沒有看到他們的計畫 沒有啦 我如果這樣說 對自己的抱歉 我也不是這個意思啦 因為你剛才講說 我們屏東很積極 已經有通過好多了嘛 對不對 是 那針對這樣的話 我是覺得 各縣市裡面 感覺上 這樣聽起來 並不是 整個的計畫的推行 好像並不是那麼的順暢 我有沒有說錯啊 主委 我認為在有些縣市 確實有碰到一些瓶頸 還有他們的整合跟行政體系 那你覺得他們的瓶頸是什麼 屏東就是縣政府 他們有一個整體的規劃 所以他有提了一個是 全縣的地方創生計畫 就是整個農產品的 整個產銷的部分 那最近又提了一個是 所有的可可的 整合的好多個鄉鎮 一起提出來 客裝的一個計畫 所以感覺起來 我們屏東縣市 一直在蓬勃發展 包含著整個產業 包含著 配合著所謂的創生計畫 是的 我們可以看到未來的遠景市嗎 是的 其實屏東很有機會的 而且恆春也是一樣 我們好多的新創 都在屏東發展 好我們希望是說 真的 陳如主委你所講的 我們屏東可以看得到未來 那麼我現在要告訴你 那像其他的縣市 你覺得他們的瓶頸是什麼 我剛剛講過了 有時候他們行政體系的部分 像屏東的話 你看他那個客家的部分 就請他們的客家 客家處的來做一個整合 那有一些的 像剛剛陳廷輝委員提到的 他是在他的金發局處理 那在金發局處理 對於所謂的衛福部的案子 那金發局就可能比較不熟悉 等等 所以在行政體系上 或許第一個就會碰到 這樣的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的產業的盤點 這個資源的盤點很重要 必須第一步要做出來 如果你的盤點不夠清楚 就是你很難提出 你的地方創生的構想 還跟委員說 不要瞎價位 你只提構想 用一個簡報來說明就可以 不是要瞎漂亮的計畫書 我們沒有接受要寫細畫書 好 所以說是希望能夠發揮創意 然後配合著地方政府 好好的落實的去推動 所以你剛才講的話 我想透過我們這個訊息出去 那其他的縣市政府 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想透過今天的質詢 他們可能會更加的有信心 不過我是只希望一人 我們地方創生在推動 從諸位你的談話當中 我們感受到 我們真的很希望 能夠落實到每個地方去 但是事實上 真的有地方上 有很多瓶頸的存在 我一直希望 我大大在這裡說 我們政府推出政策 是希望可以讓我們的 賛業 或是我們的鄉親 大家感受得到 或是最簡單的 白話叫做什麼 讓看得到 也讓大家吃得到 所以這點很重要 所以我沒有希望說 我們今天價位 有它的年限 然後到現在我們的成果 不是只有說 好像我們只有 我們屏東的寫得很好 但是通過的不錯 但是其他的 好像有很多很多的瓶頸存在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的單位 能夠更加的 跟他們多方的聯繫 讓我們這個政府的 美意中央政策 能夠實際的去推動到落實 這點主委應該做得到吧 有啦 這沒問題 而且其實有很多的鄉鎮 他們也很積極啦 那他們需要我們輔導 希望我們協助 我們都會去參與 沒有問題 主委 還有一個比較嚴肅的課題 國安局長邱局長昨天說 中國會想到 找到一個出口點 可能就是會對台灣 停止ECFA 主委 你們變國過節議題嗎 如果真的 他 停止了ECFA 那我們的產業衝擊多大 你覺得對我們影響的層面到哪裡 第一個 在這個ECFA簽署的內容裡面 並沒有說他十年到期就停止 必須要對方提出來 可是我們現在確實沒有接到任何的訊息 那只是一個猜測啦 是說有可能 我們希望不要 因為這個對雙方 但是不可能不要啊 他不可能 絕對我是覺得說 他 中國大陸那邊 無所不用其極 尤其是台灣這次的防疫 讓世界各國肯定 對他們來說 他們覺得他們很沒面子嘛 對不對 你知道他們 包含著整個的 所謂的防疫的一個體系 包含整個的確診人數 到現在都還是沒有公開跟透明嘛 甚至他們說他們現在 整個所謂的武漢沒有新確診 又被自己打臉嘛 好 那說他們沒有確診 問題是北京還是拒絕 他們其他的縣市進入 尤其是武漢的人 去到北京嘛 那現在他們要找一個出口 他們有可能對台灣報復 他們說你們台灣做得好 我哪有可能讓你們好睡 好 那現在假設 我是希望說 我們國華會這邊 你們一定要好好的去正視這個問題 很有可能 他們未來如果是去終止 ECFA的一個動作 對我們的產業可能會發生很大的影響 因為第一的早收清單裡面 我們對台灣他們對台灣開放521項 包含18項的農產品 石化產品88 機械107 紡織136 運輸50 等等的這些項目 我覺得我們要提早做因應的措施 當然 他如果要把我們抵抵 我們只能去更加的 要去跟世界各國去建立好關係 所以在這個有限的時間裡面 跟主委您講 我希望說 既然我們的國安局長 都有講到這個議題了 我是覺得我們這邊 我們單位裡面 要好好的做好這個防範的測試 馬上告訴西干港 哇 我們應變不及 那這樣就是一件很麻煩的事了 好不好主委 好 好 那在這邊再次跟你們辛苦 跟你們講一件鼓勵的話 一起加油 好 謝謝 謝謝 平東的比較會寫計畫書 我知道 不用寫計畫我們用創意 好 接下來我們請楊瓊英委員 致興 主席本席想先邀請國發院 國發會主委 陳主委 主委您好 昨天我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我請問了國安局局長 我說ECFA到今年的9月份就到期 如果沒有談判等於是要終止 那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會影響我們多大 那國安局長告訴我 是的確對經濟會影響甚大 那所以掌控我們國家發展的 我本席要請教陳主委 9月份即將要到的ECFA 如果沒有繼續談判下去 那我們台灣的經濟影響 你認為呢 影不影響 我想這個經濟部有做了一個盤點 對產業的影響大概是怎麼樣的比率 不過我們會把這個問題 會持續的去關注跟引起資料 你認為如果不繼續談會不會影響 當然會有影響 所以我本席就第一個議題 拜託你 因為你是國家發展委員會 這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全方位去瞭解去 touch 以及因應 好嗎 謝謝 那繼續本席要請經濟部 經濟部 經濟部市長來 市長 您好 這一次我們經濟部大家全力以赴 那可是口罩何時了 你看到這個 你看到你的這個 看到你的 monitor 當你如果站在那邊 然後等了兩個鐘頭 然後他告訴你說 沒有啊 明天再來 你心裡多有感想 委員跟您報告 我們事實上 現在口罩的購買 有這個2.0的機制 這2.0機制 其實上網都會買得到 不到一半 不到一半 上網現在都會買得到 你只要目前在這邊 請你針對本題 我們來實際討論解決問題 上網的陳述不到一半 這在前天我已經跟你們討論過 接下來本席請問 是這樣嗎 每天都在排隊 要不要怎麼解決 我們的量數 到上一次部長告訴我 一天可以生產 1260幾萬片 到今天應該還不止 但是我們量數一直增加 為什麼仍舊還是在排隊 怎麼改 委員我給你報告 你看到這個就是到那個 這個藥莊或者是藥局去買了 事實上我剛剛提到 我們有另外一個多元的方式 你上網是可以買得到 告訴你了 會上網去不到50%嘛 所以唐鳳委員現在也很努力 在解決這個問題 是 所以我請我們所有的官員 就議題討論的時候 針對議題 而不是去美化議題 解決民眾的困難 好嗎 好 繼續討論 所以本席要請教 我們是不是可以方法改變 當你做的人已經出來這麼多 還是每天在排隊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來解決 剛剛在衛環委員會 已經通過了臨時提案 是不是可以 我們可以一次可以買 買兩週的 不要一次排隊買一週的 這也是一個方法 減少排隊的機制 本席要告訴你的是如此 我們是要好好的去討論政策 跟困難點在哪裡 而不是去美化政策 沒有用的 民眾在排隊 所以本席再一次問你 剛剛回覆到剛剛那一張畫面 如果是你在那邊排隊 請回覆到那一張畫面 如果你是在那邊排隊 排了兩個鐘頭 請回覆到剛剛那一張畫面 請回覆到剛剛那一張畫面 如果是您在那邊排隊 兩個多鐘頭 大家共體時間都可以 都要配合我們的疫情中心 我們的民眾是一劑棒的 但是過了這麼久 人就數量增加還是在排隊 如果是你 你心裡做有感想 我想我們都會站在 民眾的立場去思考 所以如果是你站在那裡 你怎麼樣 因為你不用去排啊 可是民眾要排啊 事實上跟委報 我都還是排隊去買口罩 好啊 如果說這樣子 等了兩個多鐘頭 那我也質疑啊 那你不翹班去買嗎 沒有我是利用禮拜天 所以本期再次請教 如果是你在那邊 等了兩個多鐘頭 結果他告訴你沒有了 那你怎麼辦 這是你最後的感想 我想當然排隊的感受不夠好 所以在剛剛我的回答裡面 政府也在思考說 用多元的方式 來讓民眾 不要去排隊去做這等候 所以現在另外的2.0 我們已經進程要求要到3.0 所以我請我們所有的官員 政策一直在變 我們大家共體時間 不要停滯在那裡 這樣是政策沒有辦法討論的 是 好不好 所以我們要體恤民眾 趕快去解決這個排隊的問題 接下來 庫盆券 但是一直在強調 庫盆券的問題 時尚這麼流行 大家都已經在用 我們的振興抵用券 如果要等到 大家都倒了才來振興抵用券 它是沒有用的 趁現在大家還是咬緊牙關的時候 消費都停 我們的庫盆券 我也歡喜 好像聽聞已經有在討論 是本期具體請教 庫盆券來刺激消費 不綁什麼住宿費 抵兩百這樣子的方案 我們什麼時候要出來 請教 我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 經濟部我們部長 昨天有這大方向 已經對外來做說明 我們要趕快一起來原理 什麼時候要執行 那當然是希望說在 這個四月底五月初的時候 能夠有機會來推出來 請一定要加快速度 好嗎 現在只有三月二十六號 是 昨天我也特別針對 電商平台的這個部分 那麼也已經加強速度 已經加強速度 說要在四月初 就已經要開始執行 我一看到庫盆券 人家都已經在執行 那我們經濟不好 不容易爭取到這一筆預算 總額多少 這個預算的部分 我們現在還在 這個向行政會來爭取 那當然 你們爭取多少錢 具體的這個部分 我還沒辦法 這個跟委員做報告 你們今天幕僚請加油好嗎 我們會繼續 我們會積極的 今天要到經濟委員會來備詢 最重大的政策 額都不支 這個太離譜了 所以請大家加油 大家很辛苦 我們不能苛責 但是 還是要務實去做 所以本席希望 不要再等到四月底五月初 趕快加速 電商平台的部分一千家 已經預計在四月初就要做 所以我也勉勵 我們的庫盆券 不需要再綁任何來刺激我們的消費 儘速在下個月再來執行 好嗎 我們努力 好不好 接下來本席要再請教 我們的 現在 在連科研區都動不掉 今天大家看到 這個經濟日報都很難過 科研 三大科研區都動不掉 所以本席要來強烈要求 在我們經濟部所屬的工業區 加工出口區 台塘土地所做工業的 科技部科研員區的 這個工廠的部分 那麼除了我們的產業園區 只有要給他一個減免公共設施的管理費 這樣子只要減免一半的公共設施管理費 絕對幫不了我們這次所衝擊的經濟 我們希望把這些經濟的經濟的經濟 拜託 讓他們不能倒 這個是我們政府切入點最重要的時刻 所以本席具體建議 我們不能夠只有挑戰管理費的這個減半 具體建立 因為這個衝擊非比小可 比SARS還恐怖 所以本席具體建立 希望要挑戰租金跟管理費 來減輕我們所有的中小企業以及企業者 大家能夠立足 市長 事實上我們的租金是環繳 可以環繳一年 環繳一年嘛 然後可以分三次嘛 環繳還是要繳啊 它就沒錢啊 好像跟你減稅 它就沒有營業額減稅根本沒有幫助嘛 所以本席具體建議 應該要租金要調降 以及管理費用要調降 事實上跟委託 你不要只有包了一個糖衣 只有公共設施的管理費減半 是 我跟委託 因為公共設施的管理會 在我們工業局的這個所有的園區裡面 它沒有管理會 它是公共設施的維護會 產業園區有嘛 維護會嘛 管理會的話是像科學園區 所以拜託你願意這麼做嘛 第一個 一定要降低租金 工業局你讓工廠可以穩住嘛 降低租金 直接收費於他們 第二個 管理費要減半 一定要減 讓他們可以忍住嘛 你只有一個什麼 稅給他還腳 他就沒有稅啊 你還腳有什麼用 對不對 所以要拜託好不好 好 就租金降 管理費降 什麼時候告訴社會大眾 我們部裡面已經經過檢討 部長昨天也明確對外來說明 事實上我們 產業園區裡面像工業區的 它是沒有管理費 它是公共設施維護 我們已經減半了 我們已經減半了 那個這個 加工出口區的部分也在 這個配合 科學園區的部分在做適當的處理 什麼時候 會告訴社會大眾 這個方向 這個政策 我們部長 租金減 管理費減 什麼時候 租金的部 我剛剛已經跟委員報號 我們是還 還腳一年 而且分三年 還腳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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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腳沒有用 你要實際幫助他們 朝野全力支持 紓困的一毛錢都沒有三 拜託你們 實際上讓真正的業主 他能夠贊助 什麼時候告訴我們 你們檢討 什麼時候告訴我們 你們檢討 委員所提的建議 當然回去之後 還會再向這個 部長做報告 我們來做這個檢討 但是事實上 我們對這個工業區 什麼時候告訴我們 因為時間的關係 謝謝 評估的方案 我想 我們可以一個禮拜 你們這個方案 已經在做了嘛 三天之後 這不可能一禮拜 大家都要死了 要一禮拜 所以我剛剛 拜託 我剛剛已經跟委員報告 拜託你們 禮拜三以前 可以提早更好 拜託 趕快 將這個政策 確認 告訴社會大眾 好不好 拜託你 謝謝 好 就這樣我們請邱志偉委員資訊 好 先請這個農委會副主委 農委會副主委 經濟部次長 這個 還有經濟部次長 來我先請教 主委副主委跟次長 經濟部次長 ECFA ECFA 不是我們可以控制 也沒有什麼十年條款 他要終止就終止 六個月前 可以通知就對了 非超市在我們 不過老公 他用這個報復性的經濟手段 國安局是認為有這個可能性 我們要做最壞的準備 假設 他片面終止ECFA 他隨時都可以終止 那對農業的衝擊 有沒有相關的評估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 在針對這個ECFA 可能的被終止 或者這些議題上面 其實農委會已經 有系統的在評估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針對 外銷大陸佔比重最高的 這些水果的品項 那這個評估其實我們在前幾年的部分 就已經透過分散市場的方式去做 但力道還不夠 但是我們還會再加強 這個衝擊可能會 會發生 那你們要怎麼樣去因應 然後怎麼樣去輔導 怎麼樣去讓這個衝擊能夠降到最低 會衝擊的是哪些的產業 哪些的品項 你們要做相關的準備 提出請局的方案 那個次長 對經濟的衝擊 對產業的衝擊 剛剛我們知道說 ECFA那個早收清單有500多項 其中有化學品 有機械 有這個汽車零組件 那當然 我們不願意樂見到這種狀況出現 那是 如果這個 有這種最壞最壞狀況出現的話 當然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這個化學品 還有這個機械 包括汽車 被列為早收清單的項目會受到影響 對 所以這部分 你們針對他早收清單裡面的內容 可能會影響了產業 類別你們做相關的因應措施 是 我們公務局這邊有做詳細的評估分析 是 不要一直以為說這個 這個不會發生 因為給我的訊息之外 沒有任何訊息 國安局的訊息可能比較 比較正確 所以你們做最快的準備 好 請那個 陳主委 兩位先等一下 還有問題 陳主委 陳主委 這個 今天想要地方創生 這個 我先問一下 這個 國安會對 這個 最新的這個疫情 對這個 國內經濟造成的這個衝擊 對經濟全景的預測 有沒有新的數字出來 我們有評估說如果它會持續到六月的話 那麼樂觀的話負面的衝擊可能會讓我們的這個GDP減大概0.66 如果悲觀的話是到負的1.4 負1.4 是 那你說這個如果樂觀的話是多少 0.66 影響0.66 那是變多少 我們要用2.73去減0.66 因為在還沒有疫情之前我們的預估是2.73 保二可以保得住 保二可以保得住 當然我們還有這個未來 所有的所有的研究機構啊 不管是國內外 都認為保二已經不可能了 都有下修 但是這個是我們的目標 那最悲觀的狀況是負1.4啊 悲觀的狀況 是負1.4啊 對 好我了解 先講地方創生 是 這個 國發會 在整個全國的這個地方創生裡面 在高雄總共有幾個案子 高雄的案子已經過的是三個案子 那現在在福島中的是 福島中的還沒有 有福島 所以是高雄市政府不努力 還是這個國發會不重視 高雄的地方創生 應該是 其實我也不敢說市政府不努力 但是他們的整合的能力 其實是還不足的 他們沒有新的計畫 他們現在提案的計畫 確實是相對其他縣市是比較少的 所以問題是出在高雄市政府 沒有積極去提案嗎 他們現在真的提案數是比較少 沒錯 比起陳菊市長的時代 這個整個動能 整個提案的數量是這個 遠不如前嗎 現在跟其他的縣市相較之下 高雄市確實比較 真的比較弱 如果這樣子 我真的是 我也莫可奈何 我沒有辦法監督市政府 所以我覺得這個 還是福島高雄市政府 是不是能夠在這個部分 能夠有更多的提案 委員我們也可以協助 直接到每一個區去協助 對啊 你們這個福島中是湖內區 我看你們是湖內區 對 那湖內區 高雄市有五個區在福島當中 在申請 其實在湖內區 我希望說這個 湖內區的狀況 是不是可以等一下這個會後 再提供資料給我 好 那另外啊 你們這個產業創新啊 產創這個轉型基金 我們設立的目的是什麼 當時候是配合 蔡總統的政策 就是五加二的產業創新計劃 那希望能夠協助 國內的傳統的產業去做創新 所以不管是這個產業創新 或者其他的國發基金啊 我覺得這個 都是雷聲大於一點小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當初匡列的這個規模 到一千億 啊 投資的績效 我看了一下數字啊 三年來核准了46億嘛 跟之前這個啊 我們期待是差很多嘛 是 那不只是產業創新轉型基金 是這樣子的狀況嗎 你們這個國會所主管的相關的基金 都是如此 我想這個 我想應該是這樣 跟委員報告 因為創新轉型 我們要求的 它的條件是比較嚴格 它必須要有創新跟轉型的元素在裡面 其他我們還有直投的 直接投資的 另外我們還扶植新創的 那個新創產業 所以我們在過去這一年多來 我們的新創的部分 我們已經投資了84家了 所以這個對這個 新創的部分 投資的金額是多少 新創我們每一 總投資金額現在是已經超過10億了 對啊 你們也是匡列1000億嘛 沒有沒有 新創我們有匡列 新創我們目前是20億的範疇 那因為新創我們是給它早期資金的 所以那個資金的額度是比較小的 但是我們希望台灣在這個過程 這個產業轉型的過程裡面 希望能夠有更多的螞蟻熊兵 第一良善 而且規劃的也不錯 只是說質詢率偏低 這部分你要找出為什麼 這個額度使用的那麼低 原因在哪裡 就產業創新的部分 他們是真的講是被動的 看效果 你有國發基金的執行績效 您的看法怎麼樣 如果就我們過去這四年的 營運的收益來講的話 去年的營餘收入有232億 其實我是覺得它是穩定的在成長 對這四年來是每年都在成長的 那國發基金投資的標的的標準在哪裡 投資的標的 其實我們都要跟我們的政策有關 國發基金的設置是從產創條例而來的 它上面有去規定我們的基金的來源 跟基金的用途 你們要投哪一家公司 投哪一個產業是不是有個委員會 是 我們有政策評估委員會 然後投資審議評估委員會 好 謝謝主委 我主要問一下農委副主委 這個一月多元化的經營建設計畫 這個部分在高雄 這個有沒有包括這個高雄 北高雄幾個漁港 那跟委員報告齁 就是在整個的漁業的部分齁 事實上我們在跟農載有關的計畫 是一直有納入一些漁港 對啦 我很具體問就是 你要針對漁市場改善 說業環境啦 地方物流啦 包括漁港的維護 第五期計畫裡面 第五期計畫裡面 你們包括哪些漁港 哪些漁港 第五期 第五期喔 第五期 也沒有確定 也沒有永安 有沒有迷途 有沒有指官 現在我確定 如果沒有趕快列 好 現在是新大港 那沒有的我記起來 我們回去再看看 這四個漁港 都是北高雄這個 不管是產業漁業 或者官方發展的重鎮 所以這部分 我拜託這個 漁業署 一定要特別的 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有的計畫 不一定要放在地方 創生計畫 我們用其他的計畫 也會去支持的部分 另外那個主委 那個主席 我再一分鐘 一分鐘好 主委 那個重點 其他就請回 重點景區油氣廊道計畫 你們目前核定了沒 重點景區油氣廊道計畫 已經核定了 核定了 那匡列的金額是多少錢 那個 查一下馬上告訴你們 好 那個旗津 不是有個旗津 在高雄市的旗津 觀光產業發展計畫嗎 旗津他現在是希望提一個 創生的計畫 是一個整合性的計畫 這樣子 同樣 我們跟旗津同樣條件 在北高雄 這個漁港串聯 過去你們有一個 藍色公路的計畫 你們記得嗎 藍色經濟 藍色經濟計畫 我希望這個部分 能夠繼續延續 是 由國華會結合這個 觀光局結合這個 漁業署 農委會 把這個北高雄的產業 跟觀光 漁業 跟觀光 跟觀光結合起來 這部分 你可不可以提一下 北高雄 水域啊 或者沿海 這個油氣 觀光計畫 因為今天沒有提日提案 主席 今天沒有臨時提案是嗎 今天沒有處理 沒有臨時提案 我只能口頭提案 你們可以提 好沒關係 我會提 集團北高雄 是 這個水域油氣計畫 麻煩這個 那個 我會做一個評估 好 我來了解一下 各位寫一個 報告給你 報告好嗎 好 好 好 接下來我們請 請 陳昌明委員 指示 主席 各位累積的官員 大家好 首先有請陳主委 陳主委請 陳主委請 陳主委好 陳主委啊 剛剛有聽到幾位 陳主委 中國的FTA也將要完成了 這個對台灣的競爭很大 然後談到ECFA 我剛剛聽到施政權委員 他是我非常尊敬委員 但是剛剛講了一句話 說中國會為了武漢肺炎 新冠型肺炎對台灣早出口 他不會激怒 也不會驕傲 台灣做得非常好 但是也不要自以為是 這個為什麼這次的疫情大家能控制 是台灣有自覺的關係 口罩大家有習慣去戴 第二個 在新冠型肺炎發生的時候 我們的台商幾乎回來 台灣過年避過疫情 至少是留在那邊 第二點就是 中國大陸習近平總司機 他把台灣整個連結來往的時候 把他只有民間交往 官方不交往 所以大陸來的越來越少 這是台灣的命運 也是天佑台灣 那我講的這一些的時候 剛剛施政權委員 他講的我們疫情好 中共出處 那麼大的國家不會出處 只是在這個過程之中 看到台灣 與中國大陸 這種台灣冷潮熱諷 這種冷漠的態度 是未來我們也應該特別注意 所以各位 你當主委 國家經濟的發展 ECFA中止 我們以前講都沒有關係 隨便你來 現在我們要求不要偏偏的中止 好好應用這樣 我點到這個地方 也不用你回答 這確確實實會發生很多問題 在這個地方的產生 好 這是關於有幾個ECFA 我昨天總提醒 談到 但是時間太短 也沒有回覆 我相信 你們也很難回覆 普通講大話 到時候真的斷的時候 我們要自謀生存之道 那今天談到地方創生 我特別的感謝 我們國外城執委 跟國父執委 你帶領的地方團隊 真的服務非常熱誠 而且是在做實事 截然是這種打拼的精神 尤其我看到我們國父執委 熱小小的一個女官員 不是身體小小 不是官員小小 但是她那種耐心 那種耐煩 那種打拼的精神 直條去解決啊 我實在很欽佩 所謂我地方創生 我非常認同 大概立委能帶動地方的 去參與地方創生 大概我是第一位 因為我關心地方的建設發展 但是地方創生裡面 有很多要協調 各部位協調 各 各持己見的事情非常多 啊郭主委 郭務主委 你這種耐心 對地方我也不曉得 你也那麼熟悉 關於沒條法令 你都能波斯抽檢的這樣直條 所謂我肯定 但是我現在只請教問一個問題 齁 你的地方創生 是要解決偏鄉 人口外流的一個嚴重 所以你們要給人口回流 島內移民 進行地方的產業 及創造就業人口 讓地方有進行的發展 齁 及提升地方的競爭力 這裡面行政院 說地方創生是國家的戰略計畫 那現在我問你一點就好 這是不是行政院重大的政策 是啊 好 重大的政策 好 我實在看點不習慣 一個地方創生 又用一個六百公尺載集 非常好的一個構思 而且不是貼著地面 把地面拉起來一點點這樣子 那個 但是我實在想不通 地方創生是國家的重大政策 那路易的風力也是國家重大的政策 他在保安林地裡面 射了幾十隻幾百隻的 地上那個路易風力在 那一樣的重大政策 你怎麼不會引用這個 害得為了這樣 大概弄了五六個月 各位各位 你那個問題就用重大政策解決就好了嘛 喔 那個地方 只有地上的風力 你去看我練了幾十隻 我只要弄那個小東西 你們竟然不肯 東委會 我還空接著討論思維的問題 鞭脖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 再一個困難的話 你國會要拿出破例 不要 不會弄多了 弄得亂七八糟 現在大家都有環保的觀念 這個是重大的政策啊 你就學一下 路上的風力啊 我那個地方加起來 比他小的太多了 齁 弄了六七個月 還不能解決 所以在地方創生 那個 陳子惠我建議一下 我聽到地方反應的一個聲音 你們的地方團隊 國外團 到地方看了一兩天回去了 就回去了 其實 這樣不能做是最好的地方創生 嗯哼 剛剛你講的屏東的地方創生做得很好 你是店面的一個地方創生 不是整體規劃的地方創生 所以我在推展厚龍 跟通宵的時候 我希望你採取一個態度 要真正能地方創生 更為活躍 更為活化 更有競爭力 更能長久性 你可以把附近的大學 一個團隊 再來榮委會 地方創生的一個團隊 再來 縣 鄉鎮公所一個團隊 齁 再來 你們地方創生的團隊 結合起來 才會做得可長可久 不然你這樣點一下點一下 看起來做得很熱鬧 但是未來能不能持續 變成非常關鍵的問題 我希望你這點真的能接受一下 因為我摸了很多 到底什麼是好 到底未來的發展要如何做 能做到 一個最好的境界 你們都說你們去哪裡搞的 當然你講說不要有計劃 但是起碼頭腦要有計劃 要有一個構思 我大概要怎樣來做 當然要有構想 我說不用去寫那個paper 不是用寫paper 那基本的構想 我相信要出來 你能採曉得怎樣去報警會 所以 我建議你 在地方有大學 你們要下去談 因為那些教授 那些學生可以做其他的工作 把那個地區都完全了解出來 才能做是最好 還有我今天我也講 農委會的那個 農村再生 農村再生這個團隊 有的做得很不錯 把他納進來 每一個是拿出他的創意 跟他的思想 還有 縣政府所需要 如果要鄉政手機這樣結合起來 我相信會很強的團隊 對地方的創生 推動一定有很大的幫忙 非常同意 謝謝委員 那個幾個團隊 你稍微補助一下 讓他們真的能發揮 這樣做起來你比較好 因為我看到你們那麼猛力 我會發覺這個把它做好的話 對地方的幫忙才會真的很大 是 這一點我希望從這樣去 不然你們 好不容易下去一趟又回去了 地方也抓不打頭戲 是 他看到你們這些大官下去的屁屁刷 到底會不會就會補助給他 做實事解難事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謝謝我們請 不是鍾嘉賓喔 不是鍾嘉賓喔 你姓嗎 你是翁從軍委員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我也是鍾嘉賓啊 好請陳志偉 陳志偉請 陳志偉請 翁委員好 陳志偉你辛苦了 不會 我看了一下我們的報告跟預算 東南第一個大概是 談到的是國發基金的問題 是 國發基金大概我們在談的是 一個是對於整個績效的探討 比例說 我們看了審計部的報告裡面 他談到的 或者是我們實際上去查的資料裡面 比方說像如心公司 這三年虧了22億 保德能源虧了26億 華醫 藥華醫藥虧了27億 然後我們的陽明海運虧了207億 英屬開曼群島58億 國光生計20.69 中域新藥11.26 達輝光電 大概我們現在是看 一個是評估它的績效 這三年來 我們是有很多的虧損 有些有的 有賺有虧 對 我們講的是 大概在評估的時候 是評估它的虧損的狀況 不太理想 另外一個 就是說我們對於未來的 比如說你今年你說你賠了226億 是 到底要安裝這226億 我們投資的產業 包括大家關心的5加2的產業 怎麼樣去落實到 我們真正很精準的投資 將來對國發基金 或者我們整個企業 我們5加2企業的這個發展 有助力有幫助 可以是最上達成我們國發基金的一個目標 或者它的使命 這是真正的科技 所以 今天我還是要講一下 對於我們過去虧損的這些公司 你應該去做一個慎重的評估 該撤的 該撤資的 或者是我們該怎麼樣處理的 我們要把它做一個處理 另外第二點就是說 226億的部分 我們是真的很建議你 一定要好好去評估 好好去做規劃 不要 我們現在分了幾個項目 我看你分了幾個項目 六七個項目 我們有好幾個方案沒有錯 尤其是 我看了一下 尤其是你其他的投資 153億 佔了我們的將近四分之三的 其他投資 這個部分幾乎都沒有細項 也沒有辦法看到你將來投資的標的在哪裡 這是我們很擔心的一個地方 跟委員報告 未來的投資方向 因為我們是被動的他來申請 所以我現在不可能有說 我要投資哪一家公司 這樣子的狀況 我知道 你剛剛講的很多都是講這個沒有錯 是 但是實際上就是 我們希望的就是說 你能夠真正 我們鼓勵 五加二的產業來投資 鼓勵五加二的 然後你們做慎重的評估 不要再像過去的投資 就是發生很多虧損的事情 第二點 大家在爭議的就是說 我們也不希望說 你國會發基金投下去的 最上是真正的國營企業 你用了很多政府的相關的這些 雖然說銀行的報恩 他們雖然是民營企業 但其實還是國營企業 因為政府還是有主控錢 你投34% 比方說台三的水牛藥水流二號 你有佔百分之三十四 但是你這些銀行的投資 都差不多這樣百分之六十 其實是真的國營啦 但是你們用民營的方式 沒有超過六十 因為如果超過五十就變國營企業 我知道 我知道嘛 你的其實你的股本的 這一些投資對象 其實這上是 有些其實是政府可以控制的 所以你都在動作說的是民營企業 你說銀行 人家動作民營企業 像科庫你馬上當成民營企業 是這上政府就是我的主控嘛 所以 感覺上是真國營 是真國營 假民營的方式去那裡做啦 我比方說 這個會造成我們監督的漏洞 比方說我跟你說啦 比方說 你現在台三一號跟台三二號 一共一個七家一個五家 融中投資十九億啦 我一個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問題問你 這兩個投資公司 我們到34% 其實它有可能我們可以有主控錢 我們現在投資十二家 佔了十九億啦 但是呢 我還要說 你說給台三公司投資 那你既然覺得它好的話 你為什麼不用你今年的二百二十六億的 額度去做轉投資 規避就是規避立法案的監督嘛 沒有啦 我看 不是規避監督 當時候 為什麼會成立台三投資公司 就是希望它能夠更有彈性 因為國發基金它會有 所以我跟你說啦 講過來也有道理講過去 你感覺這樣比較有彈性 我感覺說 你如果感覺真的好的投資 也不用台三公司去投資啦 我們直接用 國發基金 二百二十六億 你就不夠了 你根本有這麼好的產業 你根本這幾年 執行力也沒管啊 為什麼你就不需要用這些投資 給人的感覺就是你們在規避投資 其實你們就是為了 便宜行事啦 所以我覺得 這是第二點 我們比較詬病的啦 第三點我要來講 國發基金我看了你的預算裡面 其中最大的一筆 你們成長最大的一筆是哪一筆 今年你以前變成的 成長率最大的對比 預算啊 你們等一下又沒有注意了齁 因為我們就是投資的額度其實是根據 我告訴你 你今年的成長最多的時候 就是融資的業務成本 那就是那個台商回台的時候 我們給銀行的委辦服務費 你去年是編了八千多萬 今天是編了十億多啦 對就是因為台商回台很熱絡的關係 所以我們編了比較多 對 齁 那我今天要再跟你進一步的討論就是 主委 主委 是 所有的 我們這一次的特別預算來頭 這六百億 一定很重要 我一直強調的 不能動的 就是一百億中小企業信保基金啦 因為它將來就可以有一千萬 一千億 可以去做保證啦 齁 第一 中央銀行最近是怎樣都拿出兩千億 要做融資啊 齁 今天我要探討一下這點 主委齁 我感覺你今天做主委 我要很慎重 而且很誠懇的跟你建議 台商投資 你總共賓五千億 究竟到賤目錢接賓多少 目前 銀行已經核准的貸款是兩千兩百五十九億 兩千兩百五十 那動波的是六百零二億 那我們支付的這個委辦服務會是二點零五億 到目前為止 主委 主委 還是有一段距離啦 對嗎 沒有輸到資金就不用啦 還是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來講的是說 我們看整個疫情的演變 事實上 受得比較嚴重 比我們疫情的還要嚴重啦 是 沒有想到整個會影響到整個 全球的經濟 可能都會遭到很大的影響 台灣的經濟 其實面對的 資金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今天我要真心用來建議就是說 台商的五千億 今天換賭回來 你的主委的角度 我覺得你應該像中央銀行一樣 你就是要怎麼說 我們現在把五千億的額度 可以再受適度的提高 而且我們是配合 政府這一次防疫紓困的 這個計畫 我們來做一個抓得好 抓得好 給外界的感覺就是說 企業界他不用擔心嘛 我們整個國家的經濟不會擔心 因為政府獨了 中銀行兩千億 中小信保基金一千億 我們還有經濟部的相關 金融業的 我們這一個部分 我們大概 還有幾千億的政府 在挹注這個資金 包括我們國發會 你今天就是要拿出來說 國發會 本來五千億的額度 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要提高這個整個額度 配合政府這一次的特別預算 跟我們的紓困 跟我們防疫的措施 給政府的資金感到說 很充裕的要去支持我們所有的經濟活動 我是覺得主委 這一點你來做得好 這一點是我在看你的預算裡面 最重點 我今天質詢的重點在這裡 主委你做得好嗎 你可以答應嗎 我可能要研究一下 因為這是當時是為了中美貿易的摩擦 所以台商回台的部分 那當然喔 那當然喔 所以現在我講的說 東天市的經濟情勢 跟現在的經濟情勢 有一點轉變 所以你也要跟著轉變 中央議員都可以提出兩千億了 國發會你更應該 包括我跟妳講的 我剛才來講的啦 包括妳的 妳的那個 那個 產業創新 還有一個一百一十億的啦 妳的這些融資啦 我覺得妳都應該要想辦法去調高啦 妳回去 我希望妳好好思考 也來行政院做一個報告 我覺得要 還有一分鐘我在 第三個 第三個重點 我要來講的 妳地方創新啦 當然妳貪定 我們剛才有說 我們是比較兄弟 比較借的啦 但是我覺得 我有一個部分喔 妳講到縣市政府 講到鄉鎮公所的部分 我是跟妳做個建議啦 畢竟說 榮花還是花花 假設她有這個能力 來做地方創新的 這個部分 我希望妳要來的就是可惡啦 我是覺得妳也應該要做一個考慮啦 因為 工作當然重要 政府重要 但是 鄉鎮農會 比我跟妳講 像我們 我們議長農會 他就有辦法把 藝米 做藝米棒嘛 因為做藝米相關 可以爆米花 它叫做爆藝米花 現在農會都有很多這種 是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農會也有可能去做 創新的產業啊 齁 所以 妳在這個經營下 我感覺妳可以考慮 包括我們的地方創生的部分 把農漁會 它有這個能力的 或者社區有這個能力的 我們應該像 比照 所謂的保足級 把它都涵蓋進去 這樣有效果嗎 我們 我們沒有排除啊 他就要整合在各鄉鎮市區的計畫裡面一起提 就可以了 如果說可以的話 本來就可以 我知道妳的可以是大家配合 我的意思是說 有時候可以讓他們做主體的無防 提案單位是鄉鎮市公所 鄉鎮市公所 所以他可以放在裡面沒問題 好啦 我是建議妳可以放到鄉鎮公 鄉鎮公所以外鄉鎮農會和 那些雞尾啦 這樣子我覺得我們的地方創生會更有活力 也會越有更大的成績 我今天做這兩點建議啦 一個是希望妳提高我們所有的貸款 相關的貸款的額度 重複來挺進去這邊的防疫跟特別預算 第二個我們希望妳這個部分能夠換官 有些機會讓他們去做參與 謝謝 好接下來我們請中將兵委員 主席在場的委員先進 列席的政府機關首長官員 會場工作夥伴 媒體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有請陳主委 林全能次長 陳俊濟副主委 以及李長次 主席我可以在這裡問嗎 全部都 四位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那也請四位首長 點名道的那個不會 四位四位 也請你們站邊邊這樣才看得到 我最後請你們一次答覆 所以不用對麥克風 你們看得到違原則 好 來 那個我們防疫紓困的下一步是什麼 我們目前防疫做得不錯 紓困正在緊羅密谷 但是紓困未來的振興 我們就要創造內需跟降地對外依賴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次世界各國 我們看到中國投了四兆九千九百三十三億 美國投了四兆七千五百五十三億 各國多寡不拘 但是我們換算一下根據國發會的資料 如果以他們GDP的佔品 目前香港澳門最高 然後呢韓國 意大利 新加坡 馬來西亞 中國都超過一趴 但是台灣多少呢 台灣只有0.4 日本0.4 美國0.7 表示台灣現在還有繼續加大金額來進行 我們整個災後復甦的部分的工作 來我們看一下看 韓國在上次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呢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不是恢復成原來韓國的工業結構 他是選擇合理性的主導產業和戰略產業 並且獎勵企業技術開發 加大技術開發的投資 所以我們之後看到了怎麼樣 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 本來日本韓國的產業結構是這樣 服務業能微幅的下調 製造業微幅的上升 農業繼續不振 但是這樣的結果造成了什麼情況 在金融風暴的時候 2009年台灣跟韓國的差距這麼一點點 到了2018年 韓國領先台灣這麼多 所以可見呢 危機就是轉機 完全看你怎麼樣投資未來 我們往下看 所以聯準團的官員說什麼呢 我們美國本身 他世界率會上升到30% 嚇死人 GDP整個國家GDP降低一半 夭折 所以呢他們要幹嘛 他們要求美國呢支持工人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國內的經濟情況怎麼樣 我們的出口市場衰退 我們企業主收入減少 員工減班 收入減少 因此呢消費不振 再來惡性循環 從外在的需求市場 萎縮到內需市場 萎縮 這就是我們 我們經濟低迷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們往下看 怎麼突破呢 目前有防疫 有防治有紓困 但是還不夠 我們再往下看 你看看 OECD的秘書長古利亞說 各國需合作推出規模超過1930年 讓美國走出二戰的新政 走出大小小的新政 以及二戰之後重建歐洲的馬歇爾計劃 現在我就是要請我們行政部門來思考 這次五萬費嚴重的馬歇爾計劃是什麼 我們往下看 面對全國經濟局勢 台灣怎麼因應呢 大概有兩個部分 一個叫政府投資 一個叫做代位消費 政府投資擴大在政府應做的作為 什麼叫做代位消費 我後面會講 就是本來人民在花的 因為人民沒有錢 政府幫他花 但是還有一個什麼 叫做民間互助 我們來看一下 在德國有一個小氣的德國老公 一個台灣媳婦說 他說他們常去的度假村 他怕他倒閉 他們預付了兩年度假村的消費 甚至有人在店口的咖啡店 怕店口的咖啡店倒閉 他預付了一千杯 一百杯 這表示什麼 民間互助可以幫助彼此度過難關 然後政府怎麼做 政府投資可以做幾下項目 第一 加速開發自主能源 減少對進口石流依賴 不見無人載具系統 這是下一個世代的技術 然後我們要創造福利幣 然後教育部門要高端技術人才鏈結 以及提供營養午餐 還有文化部門要進行 代替民眾做藝術文化的消費 底下我很快地說一遍 好開發自主能源 我想林次長 我這裡不用再詢問你 我們都在繼續做了 開發離岸風電 好再下一個是什麼 部件無人載具系統 未來的無人載具 包括自駕車無人機 我們的先驅研究跟系統部件 包括自駕車 現在有所謂的汽車黑盒子 不是傳統的衛星導航 或者行車記錄器 而是什麼 可以記載汽車的操作動作 有的汽車人操作的動作 的大的bit data 還有呢 我們在暴路上部件 能夠感應我們的資訊潰限 這才能為自駕車的即時行控 提供後續的系統 無人機的部分 全好的機桶空域 要佈設綿密的監測站 就是什麼 就是RTK 陳副主委 陳副主委 你昨天組織的會議 謝謝你 我們卓駕來投資RTK 好 謝謝 來再往下看 那福利幣的部分呢 我覺得因為在場 沒有相關的官員 我這邊簡單講 簡單講 過去過去的福利 用現金給付 學者反對 是因為你給受付者 弱勢者現金 他不見得買你要他 他需要的 他買他想要的 所以呢 用食物給付呢 效率很差 如果能夠創造出一個 類似準區塊鏈的技術 能夠控制消費者 跟收受者的使用資格 那麼這種情況之下 福利幣可以創造一個 微經濟的循環系統 我們往下看 然後呢 我們再看看這個危機了 中國的工費留學 過去在2008年 他的工費留學 一萬三千人 他的佔比啊 全都是國家需要的人才 但是這幾年來你看 現在中國的留學生 大量的被美國跟澳洲 他們佔這些國家 都分別達到三分之一或三成 現在這些國家都不要中國的留學生了 所以出現了一個世界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的缺口 台灣要保證這個機會 過去我國的留學生到這些國家 我們都要中國留學名的排擠 現在呢 我們要開始 中國針對特殊人才 他每年五千名 那未來的產業需要呢 我們希望呢 台灣政府啊 要針對這個部分選派人才去 好 接下來就跟文化部有關了 什麼叫做代位消費 代位消費像今天我們吃的便當 你們知道嗎 這家館子平常是不賣便當的 他叫做我們對面他是餐廳 他現在沒有生意啦 所以連便當也來做 那便當是誰買的 政府買的 他本來是靠民間消費 現在政府代位消費幫他買便當 好 如果我們想想看 如果未來全國的家長他收入縮水 他的孩子一天要吃三餐 中間的營養午餐本來他自己花錢付 如果我們政府代位消費 我們全部全國的高中以下的營養午餐 政府出 那解決了家長的一個負擔 可是呢 我們維持了這個循環經濟的一個動能 有什麼好處我們來看 首先教育部要先做什麼 先在未來一到兩年 先布建各地區的中央廚房系統 我們減班之後啊 學校空地很多 來改建中央廚房 接下來有什麼系統 農委會 我們如果全國的營養午餐都是由政府來採購 各地方建委有主導權 我們可以用採購來代替農業補貼政策 農業補貼不能夠幫助農民解決問題 但是政府採購可以決定我要買什麼 要有生產履歷 我們的品質要求項目 農委會 我有採購權就可以主導 這就是未來我們產業付出的一個目標之一 好 農民有了錢 農民是內需經濟最主要的一個支持者 農民有錢不會到外國花 你讓農民有錢 他就會國內花 最後因為主席的關係 藝術文化 現在藝術文化都是民間自己買票去看戲 買票去看電影 當現在沒有觀眾的時候 這些藝術文化的工作者要演戲給誰看 文化部 請你們擴大內容產業的增獎 譬如說金馬獎 給他輔導金 讓他開始拍電影 過未來的這兩三年蕭條期間 你讓他這兩三年拿政府的資金拍電影 景氣付出之後 他們維持了一口氣 觀眾回流的時候他們才能延續下去 所以錢從哪裡來 主委這就是你的責任了 我們目前有6000億 加碼4000億到1000億 還是不夠 只達我們GDP的0.6% 但是其他國家都1%以上 我們怎麼辦 我們還有一個第二個前瞻 前瞻第二次 四年4200億 還可以滾動式的檢討改進 希望未來我的結論來這裡了 在武漢肺炎的時候 重創我們世界的需求 跟經濟產業鏈的時候 我們要思考 比照二戰之後 重建歐洲的馬歇爾計畫 我們要配合未來 世界經濟的新秩序 重點式的爭取未來的產業佈局 對我們未來需要的人才進行培育 在這段時間 景氣低迷消費不正的時候 政府來進行代位消費 為我們國家 加強下個階段 需要的技術跟人才 投資和公共建設 所以結論 請國發會 邀請經濟部 教育部等器官三個月內 推出台灣版的馬歇爾計畫 請再補上農業委員會 跟我們經濟部 主委可以帶回答覆嗎 謝謝 謝謝委員 那個馬歇爾計畫是在二戰以後的那個 當時候透過OECD去處理 然後給很多的國家的一個補助的一個 援助的一個計畫 那委員剛剛所提的那些方法 都是台灣在這一波疫情以後 可以轉型的一些很好的一些措施 那我想還需要去做一些細部的研究 跟理解這樣子 所以就照委員的建議 我們來研究一下再提報告給您 那農委會經濟部跟文化部 還有不在場的教育部 我剛剛已經問過他了 你們三個部會可以嗎 配合一下 可以齁 好 謝謝主席 謝謝三位 謝謝四位 好 謝謝中委員的諮詢 我們接下來請武力法委 主席好 有請陳主委 好 陳主委 主委好 主委好 辛苦了 我想去年 我們的地方創生元年啟動之後呢 大家都興致勃勃 尤其是我們偏鄉這些鄉鎮 其實呢 都非常非常的感覺到說 好像抓到浮沫 大家都是躍躍欲試 今天我也聽到非常多的委員 大家都一起來辦柯南 就是因為想要更好 所以呢 反映了很多我們地方鄉親 所提出的一些疑問 那我想今天在這個地方 我想我們這次我們國發會 他帶來的三支劍 第一個就是可以幫我們媒合 我們各部會的資源 第二個呢 就是能夠幫忙媒合我們企業的投資 第三個是幫忙媒合我們國發基金的一個申請投資 所以一開始我想要先請教我們的主委 就是從去年的元年到現在 已經申請成功的大概有多少個案子 已經完成的是三十八個案子開始執行了 好 那想要了解一下 成功就這樣子一個所謂的企業投資 大概企業投資進去這三十八個案子 大約是多少 有估算出來嗎 企業個別的投資我倒沒有去統計這樣子 但是國發基金正式投資的是一個案子 那麼國發基金大概在這三十八個案子裡面是投入了多少 我們投資了一個台灣貂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千萬 就只有這個案子嗎 對 因為他們有需求的 雖然陸陸續續還在申請 因為我們國發基金要投資 它必須是一個公司 所以他們必須要成立一個公司 然後去整合 然後再找一下他們的業務的範圍相關的這些 他們都需要整備好以後再跟我們申請 所以時間上 我們知道陸陸續續都還有在申請的案子在pending中這樣 好 那為什麼這樣問 因為可能大家普遍對於企業要怎麼樣成功的投資 國發基金要怎麼樣成功的進來協助 大概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這個部分也希望未來能夠針對這個方向 給予大家更多的一個輔導 那我這邊是要提出對於第三支劍 就是關於整合的部分 因為我們第一線的這些承辦人員或者是提案單位 說實在他們也是一知半解 我以這個例子來說 這個是某個鄉鎮所提出的一個地方創生計劃 它事業提案非常多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它最上面那個第一個計劃 那個三角形是代表什麼呢 就是還沒有符合我們對應計劃對應部會 它的規範的申請日子 第二個案也是還沒有到我們對應計劃的他們的申請期限 那第三個它的案子呢 因為它不符合對應計劃的一個申請對象 所以已經沒有了 那第四個案子呢 就是表示說它有成功申請到 那第五個案子一樣 就是因為沒有符合對應計劃的一個對象 所以呢沒有申請成功 那第六案呢 也是因為對應計劃的申請期限還沒有到 所以還在申請中 那第七案申請中 第八案呢有成功申請到我們對應計劃 就是USR計劃的它已經拿到了 那最後一個呢也是因為不符合 所以沒有申請到 那為什麼我要這樣子特別說 因為這樣的一個形態 對地方的這些鄉鎮公所提案單位來講 它有一個困擾 它的疑惑是在於說 它提出的是一個完整的計劃 它必須要完整 才有可能去符合到它原來設定的那樣的一個目標 但是因為這樣子 有的是因為每個部會對應的日期還沒有 或者是呢 有的呢不符合就已經沒有了 所以呢它不知道它要怎麼樣去產生 它未來這個原先預設的地方創生的果效 所以在這個地方就是我們要提到 整合各部會的資源它的成效 可能是我們很關心的 因為即使國發會通過了它的提案 它也不見得能夠馬上得到核定的補助 那它提案成功之後呢 它也需要向各部會 又個別的提出那個對應計劃的申請 那它申請了之後呢 又未必符合各部會 既有的補助規範 因為它的申請時間對象條件 撥款時間都不一 所以對提案來說 他們就覺得說多了一道程序 多了一個提案的機關 因此呢這個地方 就是很想要來問說 我不曉得說我們的審查過後 有多少案件是沒有申請到 那這裡就是第一個訴求 有沒有可能未來我們的國發會 能夠去創造或者是成為 地方創生計畫的提案 跟申請補助的單一窗口 那第二個呢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他們呢對於隨到隨審 它也有一個困惑 因為它不知道那個審查期限 什麼時候呢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那目前他們是有一個規劃手冊可以來看 但是他們更希望的是說 能不能訂定一個明確的 受理及審查地方創生的一個作業規範要件 讓他們可以按圖所計 那這樣子呢我最後就是要提到就是說 既然我們的國發會 作為這樣一個重要的國家未來政策的一個主管機關 有沒有可能就是更主導性多一點 就是對於各部會 因為說實在如果說沒有國發會介入幫忙去主導 他可能會因為他的一些申請的對象要件等等 那於是呢最後呢他一個完整的藍圖 就缺了好多塊拼圖 沒有辦法去產生他原來設定的那樣的一個遠景果效 所以這個部分呢就是希望說 我當然知道時間不夠 如果可以的話呢就在一週內提供書面報告 讓我們可以呢有更多的一個回應 對鄉親的回應 好謝謝委員 我想我們會詳細的跟您做一個說明 那也謝謝委員非常支持地方創生的這樣的一個推動 謝謝 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 好謝謝主席 好謝謝吳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曾天才政委員質詢 好好謝謝 탉政委以,小組議 有請陳主委 陳主委 整委員好 好主委好,辛苦了 好, 我們現在先談那個花冬基金 这个花冬基金今年开始是花冬综合发展实施方案的第三期 109到112年 也就是说前面已经有两期的一个计划 按照你们今天国家会所提的报告里面 近年的绩效整体的绩效特别提到 这个失业率3.9%降至3.6% 平均移民花莲县由76.5岁增加到76.59岁 台东县75.05岁增加到75.79 这个0.7%增加 我是建议因为花冬正好就是原住民人口最多的这两个县 所以原住民的指标的部分 可以把它分析出来 这个部分请国家会辛苦一下 那这个我们看这个花冬第七发展条例的第五条 第五条里面也提到原住民族群生活条件及环境之改善 然后在这个第八条 第八条也特别提到 针对花冬第七原住民族生存保障与文化保存 所以这个在花冬第七发展条例 条文不多 但是对原住民族的部分 有特别的规定 有特别的规定 所以相关的这个计划的核定 以及相关的指标 所以应该也 我才会请国家会 能够一并来重视 因为毕竟地方政府所提报的相关的计划 是不是都能够符合这个花冬第七发展条例 是不是有包含 当然都有包含 是不是有重视 这个部分在整个国发会作为一个上级主管机关 应该要特别以检视 好 我也要谢谢这个主委 在过去的上一届 上一届的四年的期间 做了一些调整 比如说 我会在强调的 这个中央的配合款的部分 把它取消了 取消了 这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中三层计划 都是你们核定的 中三层计划在核定的时候 并没有去配合这个花冬基金 所以这个部分都已经取消了 而且这个是15% 对部会来讲 是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对 实效上 执行的实效上也可以加速 对对计划的核定也是加速 这个部分都很重要 然后接下来 这个因为 对这个相关 花冬 尤其是花莲的那个部分的新建计划 也都已经核定了 也要非常感谢 那 至于这个 有关 国发会 同意 花莲及台东 第二期的那个部落救援手 经费 中安保留 我也表示对这个 国发会的一个肯定 也感谢 因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能够继续执行 相关的计划 才能够继续的来推动 因为部落救援手 对原住民主委员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接下来也要 感谢 但是后续要 必须要国发会继续的支持 就是东昌公墓 从76年 开始进账 72年 开始进账 总共有36年 进账了36年 那因为 前一余的费用 包括这个 换土 整地的一些费用 总共 就要 这个将近四千万的经费 过去 这个地方政府 都没有办法去支 去投措这样的经费 要非常谢谢 陈主委 在108年10月9号 在这个场合 特别同意 可以 在花东基金 来致印 现在 因为那是108年10月9号 这个时间点 我们看这个 花东综合发展实施方案 第三期计划 是在108年10月8号 前一天 核定了 所以 这个计划 刚刚讲的 那个将近四千万的 迁移跟换土 整地的费用 就来不及 纳入在计划里面 是不是国发会 能够协调 协助 协助 花莲县政府 来 这个 滚动 调整 增列 这个计划 跟经费 有 跟委员报告 这个四年的综合计划 每年可以提 提出一个滚动性的检讨 那大概是在六月的时候 会提出来 所以这个案子 我们会去跟 花莲县政府 想要把它列在里面 好好好 谢谢 好 谢谢政委 咨询 接下来我们请 陈修华 陈威 陈威华 抱歉 我把这些人都没看 主席 我们请陈主委 还有农委会 与业署 主委你好 主委 今天我要请教 就是针对这一次疫情 我们看到全球 经济受到很大的 影响 然后我们也知道 国发会是 在政府部门 对于国家重大建设 国家的这个 产业经济发展 是扮演一个 整合很重要的角色 那请教主委 在这一次 针对这次疫情 我们怎么样 把它 就是有效的 去整合 然后再去思考 如何推动产业升级 应该是这样 现在因为疫情 还在发展期间 所以我们最重要工作 是先防疫 然后接着就是 因为受到影响的 产业也好 或者 我们的国民 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个部分要先进行纾困 后面的振兴的部分 虽然也有一部分 已经列在这一次 特别条例里面 或特别预算里面 但是未来的整体的振兴 有一些是要变成 主委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请教振兴 我是要提产业升级 就是未来的方向 我们的产业的方向 我并不是着重说 只是因应疫情的振兴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 就是我们知道 国发会在针对经济发展 或者是相关的条例 法规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从产业创新条例 的这样子的演变过来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工业港 工业港的开发 本来内政部有 比较严谨的规范 但是从这个产业创新条例 这些配合经济开发的 这些条例出来之后 工业港的审查 就不需要公开 资料也不需要公开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问题蛮大 那为什么问题蛮大 比如说在配合融资 我们知道现有的产业 包括钢铁 包括石化 包括我们看到国发会 在规划的循环经济园区 那里面就是有石化 有相关的这些石油的产业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就是如果我们再给这些 在比较违反赤道原则的产业 再继续融资 那我们未来的产业升级 就会越来越难 所以在这里就是 要让主委知道 你的角色非常的重要 对我们政府 尤其你也在南部住了很多年 我们如何有效的去减少空污 才能够有效的产业升级 就是要产业升级 才有办法减少空污 所以这个是我的意思 那我们看之前 这个国发会也做了 台湾经济社会分析系统 我本席要在这里 跟国发会做个这个 发个赞 就是这个是很好 那由这样子的一个分析系统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 台湾西部沿海乡镇老化问题 是非常严重 那从这个系统 我们也看到 渔业多元化经营建设计划 106到109 但是这里的西部沿海渔村 并没有显著的成效 然后呢 我们看到就是整个 这些包括炼钢 包括石化 包括工业港 包括废弃物的处理 因为这些产业的废弃物很多 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开发衍生的这个二次污染 比如说废弃物要导致我们的沿海的这个渔业的枯竭 就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在这里就是希望国发会跟农委会这边 对于海洋生态的保护 应该更加把劲 因为目前我们的渔村白海豚都面临生存的危机 那事实上 抢救白海豚就是抢救渔业资源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指标 所以在这里希望短期是不是可以 在近海的流刺网 我们给他海洋富裕的补贴 让他先停止做这个补货 然后长期推动台湾永续渔业地方创生 好那请回答 是不是先请南委会 向委员说明一下 就是有关于整个的一个渔村本身的一个 等于说它本身的动力不足 那其实我们在过去渔业署在做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当你的渔的资源是永续的时候 你的渔村自然就会活络 所以我们在过去这几年 我们强调的 现在就是没有渔 没有鱼货量变少 而且是近海渔业要越来越往外面去捕鱼 所以我们有几个策略 第一个策略就是说我们去放流鱼苗 加速我们的岩界海的鱼的种类 我要跟你提醒就是很抱歉就是目前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过雨一个是污染 造成渔业资源的枯竭 所以请约束这边 在针对未来永续渔业创生 好我们再提一个书面报告 再书面报告 那也拜托主委刚刚我提的产业升级 请在国发会 国发会里面就是相关的整合 能够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 好谢谢委员的提醒 谢谢 好我们现在请郭国文委员咨询 主席有请国会陈主委 请陈主委 委员好 陈主委你好 主委我想从地方创生的角度来看的话 本席的解读是透过国发会 来整合中央各部会的资源 来带动地方创生的机会 带动地方创生的案例当中 你所累积的四十几个案例当中 老实说我个人的观察来看 还是偏向类似社会企业的特色 还是蛮浓的 那二来的部分呢 本席曾经也要求过 就是说类似这种社会企业 其实在相关的部会 其实他用直接的预算里头已经有所补助了 那我之前也跟彭处长有开过类似的这一个会议 我想我先要求的是说呢 这个进度如何 然后效果成效怎么样 那暗影有没有增加 我这个不问你 就请给我一份书面 我不想把时间花在这个地方 那我想时间花在哪里呢 花在本席现在拿到的这个东西给你 给你看 就是说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很好奇 都很多餐盒 它会自动加热 我不知道主委 你有没有吃过那个加热的便当 您手上这种到没有 这个也是类似 这个是海底锅 它这个是一个火锅 中间有一个碳酸钙 碳酸钙它用碳酸钙的方式来加热 这种加热的情况底下 很符合现在的宅经济 那碳酸钙的来源是哪里 碳酸钙的来源就是我们的母粒壳 母粒壳在哪里 通常都是在偏乡的海边 所以类似这种偏乡海边的 这种母粒壳的地方 它可以创造出来 我知道台糖呢 基本上它有在推动这个 可是台糖的应用计划当中 并没有把这一项纳入其中 而且在技术上 有没有可能克服 有 农委会陈主委 陈主委 陈主委 你们的水市所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就曾经 把这一个 母粒壳 转化成碳酸钙的技术 来进行发表 你晓得吗 这个部分其实在前年度 我们水市就开始做了 特别是在 把母粒壳转化成碳酸钙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已经正式发表 就技术上已经克服 那以至于说 主委我想请教你的部分 类似这种呢 工研院跟台糖的 这个计划的跨部会 算是跨部会文字 有没有纳入你的 这个研考范围当中 他们这些研究单位 他们法人机构 自己在做的 如果他们要跟地方 做一个结合 然后让地方 能够发展这样的产业 是可以放到 我们地方创生计划里面 主委 我就是要提醒你说 我们现在辛辛苦苦 在推动了四十几个案子 弄了一年的时间 但是基本上 都是偏向危险跟小心 类似像这一种呢 可能是三职机关 或三职机关的一个 附属单位 他们做了一些计划 如果主委能够把他纳入的话 其实他可以带动地方创生 譬如讲 这个某历盒最多的地方 就是本籍的一个选区 就七股嘛 所以类似这种案子 我也是建议主委说 把这个当成一个案游 来做一个清理 我觉得地方创生最需要的 当然是符合地方的需要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当然是地方政府 主委你之前的角色 扮演得非常好 就是在台南市政府的时候 担任秘书长的角色 当初搭配赖清德市长 所推动的两项案件当中 我就认为极具有地方创生的效益 一个就是山上的水稻博物馆 第二个就是佐证化石园区 这个基本上也不是社团所提出来 这是地方政府所提出来 如果站在一个地方 了解地方的角度来看的话 主委以你在中央执政过 中央参与执政团队 地方也参与执政 有没有可能 透过地方政府 再来捞一次看看 有没有可能 比较好的案子当中 更能够地方创生 你只要适时的把中央部会 补助给地方政府 就达到地方创生的效果 有没有可能 我们本来就是希望 这样子的方式没有错 对 那就要看地方政府投入一会儿 可以去捞看看吧 主委 我看到的案子都不是如此 我看到的案子 基本上都偏向小型跟微型 所以多数还有其他potential 有可能创造更多 符合你地方创生 政策目标的这个案子 也麻烦主委费心一下 因为担任过地方的秘书长 另外主委 这个部分来请你 如果有的话 我建议这个进行盘点 我相信你地方创生 落实的程度会更快 主委你的看法怎么样 好 因为我们去年 还有一些时间 是在做这个意见的沟通 跟共识的凝聚 所以是 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们脚步比较慢 其实我们就把地方的活力 带动起来了 那现在我们可以开始 去知道这些重点在什么地方 我们主动去做媒合 跟借接 我想这个效果就会更快 我想主动出击 加上你的中央跟地方的 执政经验 相信一定会有好的方案 成果撓出来 谢谢 那接下来我稍微再耽误一下 我请那个林次长一下 次长 主席谢谢 不好意思 我再耽误一下时间 委员好 社长 我觉得我今天看到一个报纸 那个最近 你们的这个抵费券 振兴抵用券 基本上先割次 但是要放在一个阶段的部分 就是要放在 用coupon的方式嘛 对不对 是有在规茫 coupon的方式使用 有没有对象 基本上他只排除 所有的行业别都可以嘛 是 但是排除说 那个比较好的那些套商 谁可以去领 我们是补助给这个消费者 消费者 只要满20岁以上 还是他只要玩手机 能够玩电子支付就可以了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正在做更细部的一个规划 我们是希望说 我觉得你要做一个 更细部的规划 你如果连受益人 你都算不出来 你怎么会算得出益 算23亿呢 我觉得这个根本是凭空想象嘛 第二个的部分 本席跟你提醒了 就是说 你在做这个折扣券 我是完全认同 先消费后折扣 基本上不论是coupon也好 或者是抵用券也好 它不应该类似消费券一样 来替代基本消费 而它应该是一个 额外消费的方式 常用振兴经济嘛 所以说理念上是如此的 情况底下 你的那个折扣速度 折扣的那个比例 就应该思考一下 不要只有25%啦 次长 25%人才会上去啊 你就要刺激他去消费的情况 像那个三枚妈妈 四枚起一条五枚 九位 对不 人家会觉得 拿你这张折扣的效果 这是这样子的对象 你要理清清楚 而且你使用上也不应该限制 只有电子支付 哪有哪个人家 阿公阿嬷 想要乘手一个政府的贴政 要是哪乘手 难道完全没有实体券的可能性吗 你考虑一下好不好 我们会说 真正要带动地方创生 你们还要等到 不是带动这一个消费 振兴消费 你要等到四月底 会等到当时啊 有些人讲说 搞不好四月底疫情已经过了 你还要用什么 你该倒了都倒光了 市长 卡手更没啦 好 不要拖得太久啦 好 我们会 等到四月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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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拜来谈又开啦 赖会员 赖会员 赖会员不在 苏巧慧 苏巧慧 苏巧慧员不在 叶毅兰 叶毅兰 叶毅兰委员不在 李贵明委员 李贵明 李贵明不在 猴梦凯 鸿梦凯 猴梦凯 我们们们 mesmo不在 请我们的政策刘敬国委员 館長 好嗎 感謝主席 是不是請經濟部林次長 林次長 你聽我說一句話你就能回開了 我們的地方更消費更丁 蝦賤 如果這次婚人館還不能修容 那就是修容比例不及其他館齊的信號 我絕對把你背在哪裡 這樣清楚嗎?請回 來繼續請國華會主委 好 陳主委 主委 我們一百公佩年 為台灣能創新的元年 對國家安全戰略 對戰畜的國家政策 由國華會來負責 這坦白說是政府對地方的創新 地方的發展的動作 你們原本的計劃目標是第一期對 一期伊士黨委一期 一百公佩年至一百十一年 優先推動全國一百三四鄉店 這個自行的信號 我們來檢討一下 近幾年的業務報告 一直到一百公佩年三個二五 各鄉店市區 有九十六町定創新 事業界外提出 其中三八町 限界四十五的鄉店市區 已經通過 也開始在自行 還有五十八町 還有在副島 這副島中 你看還有多久才能自行 不一定 像我明天還會開會 可能會有幾個案子 我們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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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你教人他沒有人到,我不知何物聽 沒有啦,我跟委員說 明天後來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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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說副島 我是說 多久的時間 可以開始副島以後去設行 喔 副島 只要是通過的 就是開始設行 他如果輔導 因為有的 沒太清楚 要經過溝通 有專家幫他教 所以有的一半 兩半的輔導 所以我沒辦法跟委員說一個確定的時間 說打一個案件會夠當時 我沒有問特定的案件 我說這五八件 多久可以輔導完成 應該有一個確定的時間 我希望就是 我當然要看他東西 什麼時候拿出來 我相信差不多半年來內應該都可以出來 好 半年啦 主委你講我記得啦 因為你當時目標是一百三四行定 我給委員報告一下 原來我們確實有認為 比較需要優先推動的是一百三十四 後來貴院的委員認為 我們不應該用這樣的設限 如果每個鄉鎮市區覺得他有需要 都要接受 所以我後來就沒有這個一百三十四的限制 主要大家要拿都可以拿 沒關係 我也表示同意 但是我們是說 當時目標 要不經過委員的建議 你們的目標是拿一百三十四 我們當時是說他比較弱勢 我們要優先 沒關係 我現在是要說 如果不要放這麼看 他當時是你設定的目標 一百三四行定 市區來說 是 你現在就是說 已經有四十五行定 還有 我說行定 我現在是說行定市區 副度是六十六行定 所以我是不是說 如果用比較嚴重的標準來說 他一百三十四 不要一百塊喔 對 我知道 如果要一百塊 還要一百塊 是 我知道 你前一日 主席 當時目標到現在是不是完成33% 是 主理可以認同嗎 可以啦 你 如果要這樣說我也是可以很少 是 如果用比較基標標準 如果說行定45行定 那副度60行定 同樣 應該是完成82% 好到最後我都會說 主理工作是 我們先來看這個事情 但是 我現在是要這樣說 庭船長 因為剛才武漢這個疫情 他不是說一定做成很大的衝擊 是 尤其 尤其 我們原本設定134 現在又變成這樣看的情緒 對你們自行的效率 那個計算又不一樣喔 所以我剛才不管用基標 用官標來看這個事情 我都覺得我們的標準 自行的信號 可能都要做中心輸扣 算你不打算 只要加上到武漢會情以後 這種沒有確定的因素 會肅定 整個的自行 他們要重心去做檢討 好 我相信主委 你有主委嘛 剛才我過去問 理會 把你學到到那裡頭就對了 不管地方 不管中央 你都有這些經驗 這種地方的創新 中央來 主導在外 地方現在要很切削 也要一個了解來用 也要有辦法配合 也要聽人意見 可以 可以去理解以後來自行 如果沒有吃 這錢有力 還要這樣算 對你們也不公平 但是我是覺得主委 理會我們就要殺了 所以有很多工作 就是要靠你的地位 跟你們的團隊 去突破一些這種阻害 我譬如兩點 你們自己本身有說 就是說 希望 會鄉的企業 會鄉的企業 會鄉投資 先進企業的社會 我看自己的故鄉 叫婚姻 你不知道婚姻 是全國越多鄉 統大眾的 對喔 是嗎 你看 我們不要對六都 因為台灣的行政局去為 做六都議 其實三行政策 沒有說不定是發生的 我們來比一般館子 你覺得婚姻 你做地方創新 這個比大家 都覺得是中央 你們國華會的標準嗎 我跟委員報告 婚姻 因為你跟蘇委員 都很認真 跟我們知道 還有 台風 有一個很好的地方的團隊 很多年輕 二代接班也好 或是外鄉 外鄉 現在在婚姻 他們都有很好的 很好的願景 都很努力在處理 所以你看我們在FB 裡面去介紹婚姻 很好的地方的三業 頂頂 婚姻都是做得很好的 我們現在也希望 百貨館市 可以跟婚姻 這個團隊合心 大家來互相勉勵 好 但是主委我看一個所謂 我覺得 很恐慌 婚姻現在 當過三行政 比較好 還OK 沒有 有的時候 他們已經開始在做 但是他整合還沒整合好 最近他們也都拿出來了 都拿出來了 拿出來了 我手頭也還有很多 但是依照 現在是依照你們去補國的資料 對 這就是剛過去的問題 我先以這個資料來說 婚姻就是三行政 對嗎 但是你對比賓棚 十一行政 當然賓棚人口所多婚姻 一些 但是多四倍 你對照 對照 江華 十一行政 也多婚姻 如果最近要四倍 嗯哼 我是要說什麼 我剛才說六度不要說 我真的特別 拜託主委 就是紀念 我們立立主導的地方創新 而且希望 好好的企業可以有回應導資 這婚姻出國人大眾的 還沒打算 很多處女都可以去做好 生理也做得好 但是國際國民 婚姻也接近很多 比例的人數 嗯哼 照你說 以照你的路程和你的目標內容 婚林不應該到現在你的表現實出來才三個鄉頂 因為有散豐富 地理環境也算不錯的地方 所以應該可以有比較大的比例 只要副學長你電影創新 原本你所謂的企業費用投資嘛 但我看到 他對我對婚林的了解不是這樣啦 還依照比照一般館池來說 我想要說 如果六都帶一般館池來說 他不會說 電影創新對一般館池的投業幫助 絕對勝過這麼多 所以我是希望主委特別去思考說 像這種無論如何可以更加 更加付出的更加投入的 更加支援的 讓我們像這種散官可以透過 電影創新 讓電影來發展影響 為何這個環境嘛 好嗎 因為 因為抱歉啦 我做了一句話就好了 主席我知道時間到了 因為我看你後面 簽罪到武漢疫情的事情 蔡英雄的切裂和作法 我看起來很恐慌啦 第一 推薦天鹽流油 這段時間 不然找過啦 你會想問這樣困難啦 第二 運動科技島 這應該在很多 很多報告裡面我都看過啦 第三 那 家屬自行 審定 基礎 基礎 建設 整備 廣州 這 當然 剛才有前瞻 可以來做相關配合啦 在那這個 我看 沒有這樣 如果這樣 要去應付武漢疫情 我感覺 我們國外出道的 電影創新 真的是 困難 重重 我們沒有電影創新 創成就變成電影創胸啦 沒有我們現在所有的 各位在市場 不管副道 還是我們在做 新車 其實都沒有 因為這個疫情而停頓 全部通通照常的進行 我講的是說 因為現在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外來的遊客都沒有了嘛 疫情當時候控制得很好 在南部 中南部地區 東部 其實還是有很多的體驗的旅遊 可以進行 沒有 主要把這點說就好了 你要高雷 蓋子回到道主 現在剛才有武漢疫情 你看多少 蓋子 原本你把它高雷 它要回來 但是因為這個情形 它營地了嘛 它不來 道主這個問題 我們還要來處理 那企業沒有辦法投資 我們國發基金也可以來投資 所以我還有一個簡單的要求 好嗎 主委是不是 可以 尊重就像這個善關 一般管制 定創新 有別其他的 目標 我們有什麼特別的適合 要做相關的處理 適合 可以支援 好 我可以來準備支援 但是跟委員說 這種東西有時候 特效要 不一定 是好的啦 我們就是要慢慢 把這個 人口培養出來 這樣 出業的機會 主要是 剛才的委員 委員會贈 你一定要有一個特效優 你如果沒有一個特效優 我怕真的是 不是創新 是創傷 好 了解委員的意思 好 感謝主委 謝謝 好 邱憶營委員 對 邱憶營委員 邱憶營委員 不在 羅明財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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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請 陳奕貞委員 諮詢 陳奕財委員 有請我們主委 陳主委 陳主委 謝謝 陳主委員 好 好久不見 上個會期我們有質詢 我們離島三個立委聯合質詢 有質詢到我們這個 離島建設基金300億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離島建設基金的300億 已經用的差不多的快要沒有了 那這個300億什麼時候要補給我們 跟委員報告就是因為我們後來有確認的那個法律的條文是說不低於300億嘛 不低於300億 對 所以不用修法 那因此等我們的計畫到什麼時候 如果大家的計畫需要這個經費的時候主計總處就會撥給我們 你的意思是說離島就是這個第16條 這個這個法文裡頭說 這個基金總額不低於300億 對 那比如說我舉例啦 你看那個 以109年的這個預算的執行來看 還有26億 基金只剩下26億 對 那你看108年是那個35億嘛 所以一年大概用9億 如果這樣的話三年就用完了呢 對就是我們五中的計畫執行完要提六中計畫的時候 我們需求是多少主計總處就會撥給我們多少 他會另外撥喔 他會另外撥 不用把它補足嗎 沒有 300億已經已經編完了 你就知道 你的定義就是說民國90年 對到99年的時候 你們已經撥了300億了嘛 對對對 那所以這樣就已經符合法令了 不是說符合法令 我的意思是說那個法令寫的是不低於300 對 對 所以說如果剩2億也可以就對了 剩1億也可以就對了 沒有就是看你的計畫 你的需求 需求有多少就會補多少 這是主計總處他的那個說法是這樣 那如果一定要 那再進一次 比如說不低300對不對 對 所以看有多少給多少 對你的計畫需求多少 比如說你的下一次的綜合計畫提出來的時候 需要20億的錢 那 當年度主計總處就會撥給我們這個錢這樣子 所以那個不需要修法 這個是當時候跟主計總處在做一個確認的情況 那這樣子的話 比如說我們去年也提到 這個 綜合計劃基金現在以後的計畫就是 由你們基金出90% 然後我們地方政府出10% 90% 對 我們出10% 這個已經我們上次質詢過確定了 對 那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基金的這個 就是之前部位還有出15% 那下去的話這樣基金的用的那個速度不是會更加快嗎 那下去 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不是基金用的快與否的 因為我已經講了 基金不是300億只是不能低於300億 但是現在就已經低於300億了 你的解釋就是說 當初有撥購就算了是不是 有撥的300億進來就算了 對 不是說這個水庫裡面一直要放300億 不是這個意思 當初是說他這個離島建設的計畫 那這個離島基金對我們地方的這種 對我們三個離島這一種 這種幫助就相對的就沒有那麼大 就是說去市內已經花了快300億了 因為很多部會都在要求經費 地方政府要經費都要求說 去找離島基金要 反而不會不撥 反而造成這樣我們離島的這個劣勢 反而不是跟我們家 其實不會啦 這是事實上發生的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的那個書面報告 就是綜合計畫的這個書面的這個質詢的這個報告 有一個第五期的這個質詢的這個結果 的成果 你們看下一頁 你看我們有一個部會一個部會去詢問 這個108年核定的17案 後來正認為23案 執行率是87% 那這個中央補助地方的這個原核定16案 執行率只有44.8% 這個很多案子不是沒有申請 就是審查沒有通過執行率是零啦 那我請問主委 雖然這個44%的這個補助地方 這個不是你管考 下一頁 但是這樣的執行率你怎麼看呢 當然這樣的執行率是不好 其實過去就是因為中央必須要有這個配合款 所以那個實施的計畫還要經過中央的部會審 因此造成他執行作用 但是這個送到我們離島這個建設指導委員會來審的時候 本身你們國發會就是主管的這個幕僚單位吧 沒錯吧 對這個委員會我們是幕僚 所以你們這個如果有八個核定的計畫也沒有辦法實施 你們當初在做幕僚單位的時候 你們的這個 角色扮演跟你們做幕僚工作是不是不足 可是地方提上來的時候 他就是表示他要執行 而且我們已經核定可以讓他執行 那就是我們要去查為什麼他最後會是零 他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那我再關注一個現在金門縣發生一個很重大的事情 對不起主席再給我一分鐘就好 這個現在您知道中央的很多 中華民國政府很多這個中央單位在金門 是金門縣政府在補助您知道嗎 我不清楚 我給你講一個請示 包括醫療單位包括衛福部 衛福部的部立金門醫院 他要修宿舍 讓我們的地方的醫療照顧發展基金來編 那我們現在地方的議會金門縣會 現在對這個事情有很大的意見 我們每一年要給衛福部1億6的預算 給金門大學2、3億的預算 給中央各個單位預算 金門縣政府要給中央單位預算 那今年這個因為我們的醫療品質一直沒有提升 我們金門縣議會今年凍結了這個衛福部的這個 給衛生、給衛福部醫院的這個預算 那所以那個 但是這個去年 我在這個總質詢問蘇院長的時候 問衛福部部長的時候就說啦 就說這個錢 就說現在是防疫期間 大家知道醫事人員這個住宿也是很重要嘛 那金門的這個醫院啊 台灣到金門去的這個醫事人員 醫護人員啊 他們住的宿舍非常的差 兩個人一間還沒有套房 還用很舊的這種衛浴設備 那對於現在在這個防疫期間 這個醫事人員這種 這種住宿的這種品質是很差 那我們去年質詢以後 衛福部竟然編了這個預算 是向我們金門縣政府要錢啊 那我們金門縣政府今年議會決定不給這個預算 那你們這個 我們可不可以從離島建設基金說 不要再等到110年 你們現在要等到110年才給這個 才給這個 才要編這個 改善醫事人員住宿的這個環境啊 是不是可以今年就提早看有沒有什麼 可以做從預算裡頭去撥補啊 委員我先 你聽到我在說什麼嗎 我知道您在說什麼 不過我這個 因為我不清楚 你們在處衛福部的那個 情況到底是什麼 不只是衛福部 我只是告訴你說 我只是用這個例子來告訴你說 你看你們通過很多案子 資金率是零 是沒有辦法做的 然後需要做的東西 竟然要我們金門縣政府來出錢 尤其在這個防疫期間 這種醫療的東西 還要我們金門縣來出錢 因為我不清楚 所以我了解後 所以你回去後 了解一下 你們在審一些案子的時候 針對我們需要的需求 各個單位需要的 要幫我們補足 不要永遠讓金門縣政府來補助中央政府 好我了解一下 謝謝主委 接下來劉兆豪委員 劉兆豪委員 劉兆豪委員不在 登記發言委員 除不在場者外 其餘均已發言完畢 詢答結束 委員邱毅寅 張崎璐 所提的書面質詢 內錄紀錄 刊登公報 書面質詢 何謂及答覆部分 請相關單位 一周內 以書面答覆 並附資本會 討論四項 有關109年度行政院主管的非營業基金預算案 本日詢答結束 令定期繼續審查 各位同仁如果有修正動議或提案 請於3月30日 星期一下午5點以前 送到經濟委員會辦公室 以例後續審查 首例議程處理完峻 上會